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在2017年6月 台中西屯的宠画区 这条大马路上面 出现了一具男性的教室 他身上的衣服都被烧光了 面容也没有办法辨识了 而法医在香烟座发现 这个死者的头部 遭到了重疾 还被割喉 两只手掌也都被切下来 歹徒的下手的手法 非常的凶残 而如果他的目的 就是要让死者的身份 没有办法辨认 但为什么 他又要把尸体丢在大马路上 被人发现了 为在台中金茂九路 跟乔大三街口 这里隶属西屯十三骑重画区 尽管一旁有零星名宅 但人车不多 这是一个还没有点交的重画区 所以当时的那个产权状态 还是属于所谓的土地 土地开发公司 重画公司所有的 重画区就是有杂草重生的 还有继承道路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那个地方有的路是通的 有的路是不通的 它是封起来的 所以他在这个重画区内 是由他们自己自聘的保全员 在里面做巡守 这一晚保全一如往常的 做例行巡守 没有人车的夜里静谧乳肠 他其实在十二点左右 凌晨的时候也有巡过这个地方 但是没有发现状况 由于要巡守的范围不小 保全确认没有异常情形后 就离开了 却没想到两个小时后 当保全再回到金茂九路口 触目所及的画面 他吓坏了 当时我是在第六分局服务 担任侦察队队长的工作 那当天六月一号凌晨三点 我们左右的时候 接获到一位保全员的报案 指称在西屯区桥大三街 一带的重画区内 发现一具尸体 侦察队长陈春安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重画区的这具遗体 致近难忘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 现场是一具被焚尸的尸体 那是仰躺于镜面上面 它燃烧面积 比较严重的地方就是 上半部部分 所以它的脸都已经 被燃烧到全黑了 它的裤子也几乎烧完了 躺在柏油路上的这名男子 不停遭火吞噬 他的身上更是伤痕累累 然后头 颈部 颈部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伤很伤得蛮重的 现场就是有一大滩的血跡 头颅右后方的头颅这里 都有被钝器敲击的现象 另外更特殊的是 双掌是被断掌的 是手掌是被砍断的 死者不仅脸部被烧灼到无法辨识 连双掌都被切下来 再加上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 看得出来 逞凶的歹徒早就盘算好了 警方在侦办凶杀案件的时候 或者死亡案件的时候 要辨识身份的话 通常都会从 我们讲的指纹 那这一案 因为他的手掌被砍断 没有办法做指纹了 第二个又焚毁脸部 既没有脸又没有手 所以你很难从 当时的相片抵对系统 或者是指纹的系统 去找到可能的死者身份 死者的身份 第一时间无法确认 这也代表要厘清 究竟是情材 从哪个环节招来杀鸡 难度就更高了 但警方注意到 在死者的身旁 地上那一颗颗白白的 那是什么 我记得没有错 很像是在他的头部上方吧 就是那一个附近这样 撒了数十颗的骰子 也就是所谓的骰子 我们会直觉联想 是不是跟所谓的赌博 财杀 仇杀有相关联 因为 第一个当然它是用骰子暗示说 这个是一个赌博 赌具 所以可能是不是跟赌博相关 那另外就我们过往犯案的经验 通常如果是坊间所谓的 拔拍掉 就是诈赌 是可能会被抓到之后 可能会被教训 那可能就是以剁手 剁手指头 这样方式来做教训 难道是因为赌 招摇了死结吗 但问题是 倘若真的是诈赌杀人 凶手为什么要把人丢在大马路上 惹来警方的注意呢 当时负责命案件事的警务员 陈正军告诉我们 在他19年的见识工作中 这个现场真的太不寻常了 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拔拍掉 我的目的不是要你的命 我的目的是要你还钱 所以不至于杀人 但是可能会真的让你断一只手 让你怕 没有人说 尖叫 把人家做掉就直接大啦啦的 就丢在那个 而且又是在环块 虽然那个地方是很隐秘地方 也很容易被人家发现的地方 跟往常所发生的情形是不同的 一般尖叫被人家发现就是 当然是带到身上 深山嘛 目的就是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要让这个人就是突然消失嘛 对 就人间蒸发了 那他后选择在这里就是 他必须要被发现的 歹徒仿佛要公开展示的做法 有为常理 这样专业小组起了疑心 原判是故步遗震啊 一旦在楼宾 当然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让警方发现 那他这个目的到底在哪里 故步遗震是专业小组心里的想法 但无论歹徒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需要植物还是得赶快查清楚 死者的身份 从他的这个屁股后面 我们有看到一个皮夹 眼前这个黑色皮夹 表面都已经被烧融得相当严重了 就怕里头若有证件 要是也被烧毁那就糟了 皮夹是有烧过 可是没有说烧到 像衣服一样整个烧 烧干净 尤其那个证件 证件几乎是好好的 如果说以衣服被烧成这个样子 皮夹又藏在裤子里面 然后同时烧的话 那皮夹不应该这么完整 幸好皮夹里的名片证件统统完好如初 专小组赶紧查看证件 要弄清楚他究竟是谁 有这个所谓的灵性的 灵终药的驾照 以及他所属的名片 当时认为说这个死者叫灵终药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开始来做发动侦查 好 警方拿着死者的皮夹里头的证件 找到了灵终药的家人 带着灵妈妈去认识 却没想到灵妈妈隔着30公尺 这么远的距离 她就笃定地说 没错 死者就是她的儿子灵终药 那另外当警方在现场 讨论案情的时候 这仗仪社人员突然跑过来 她说死者的母亲告诉她 在检察官初步相验之后 就要马上地进行火化 不要解剖 为什么急着要火化呢 难道是死者身上 藏着什么秘密吗 台中警方侦办重化区弹长焚尸案 由于事发地点 未处人车攜手的重化区道路 专业小组钓鱼的监视器要弄清楚 案发当时谁曾经来过这里 这个是附近民宅的监视器 可以看到6月1号凌晨 临时40分左右 一辆白色轿车 开进了金帽九路跟桥大三街口 但是距离有点远 很模糊嘛 晚上有几监视器 它如果不是红外线的 它那个监视器是旧的 所以它会很模糊 调到这个监视器 可以明显看出来说 确实是有一部白色的车子 到现场 然后有人影晃动 人影晃动之后 没多久就起火了 那个火是燃烧了两次 阵阵火光中可以看见 那一台白色轿车掉头开走了 歹徒行凶的过程都被掳了下来 无奈当时重化区的监视器 建置还不完备 附近的监视器 并没有拍下作案车辆的车牌 但是同一时间 专案小组从死者身上的皮夹查出 死者应该就是家住西屯区的 四十九岁男子林宗耀 专案小组也循着证件上的例子 来到了林宗耀的家中 我们有就派一所同仁去拜访 那当时访查的时候 刚好就碰到了一个小孩子 一门的是一名国中生 专案小组表明来意 告知林宗耀可能遇害了 希望家属能够前往认识 当下这个儿子他直接讲说 他的爸爸是叫林宗耀 专案小组调查 四十九岁的林宗耀是家中最小的 他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阿贤 国中生口中的阿贤指的就是林宗耀的哥哥 那哥哥叫林宗耀那小孩子讲说 我是林宗耀的儿子 那我们同仁也讲说 有可能你叔叔死掉 希望你去看一下 小孩子就讲说 抱歉 我奶奶在里面 你可以找我奶奶 但是听同仁讲说 他脸色是不惊慌的 是很正经的 他说我要去参加学校的校外活动 也就是我们讲的毕业旅行 我们又要去往北 那他就先离开了 自称是林宗耀职责的国中生 面对自己叔叔的死讯 他没有太多反应 急匆匆地出门了 今晚袁警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现阶段得赶快确认死者身份 当时袁警请林宗耀的妈妈到现场 请她赶紧认认她 我们当下有请死者的母亲 林宗耀林宗耀的母亲来指诊尸体 以常理来讲说 你儿子已经死在这里 还被人家砍断手还被烧 那一定是呼天抢地 常人的反应会是这样的 一开始他妈妈还说 说我不敢看 我有心脏病 妈妈的态度是说她很害怕 所以不敢靠近尸体 在大约数十公尺外 然后远远地看着尸体 就直接指认说 这是她的情境错 对 她是林宗耀 完全没有那种悲伤 无法接受的那种感觉 面对儿子的死亡 林宗耀的母亲没有太多情绪 尽管没有规定悲伤 就得嚎啕大哭 但林宗耀母亲的反应 总让现场远景 感觉她泡过淡定 你病 案件承办人黄文俊说 虽然林宗耀母亲现场认完事后 突然有一名藏仪社人员照上了她 那时候我跟我们小姐讲 在聊这个案件 那这一个藏仪社就跑过来 就跟我们讲 她妈妈说 待会念完了 她不要解剖 还要马上火化 马上火化这关键一句话 让专案小组遇到了警觉 现场检察官都还没有到 我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马上要去火化 因为尸体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事证 它会表现出 凶手曾经犯下的一些痕迹在 至爱的亲人遭到歹徒谋害 就算再不舍 但透过解剖能够理清真相 有机会把歹徒定罪神之以法 但林宗耀的妈妈却急着要火化 难道她不想替自己的儿子 找出真凶吗 假如是我 我是家属 被害家属 我心里面一定会想说 凶手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逮捕到她 不会像她母亲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表现 火化怎么可能让她火化 这种反应都很不尋常 所以感觉他们是 在隐瞒什么东西 好 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警方调查 49岁的林宗耀 她有诈欺的前科 在案发的一个多月前 她才因为诈欺遭到的通缉 而在她上面有一个哥哥 有一个姐姐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两张的照片 这一张是林宗耀的照片 另外一张则是哥哥阿贤 在2015年判发的身份证照片 你看得出来吗 这照片当中的这两个人 看起来就像是双胞胎 但问题是 哥哥阿贤跟林宗耀 两个人相差了八岁 再怎么像 也不太可能一模一样吧 所以警方在比对 阿贤在2015年 判发身份证前的旧照片 跟现在这张照片 很明显地 就不是同一个人 再加上警方查出了 林宗耀早在2013年 她就曾经冒用别人的身份 去办假护照的记录 所以看到这些资料 专案小组的脑海闪过了一个念头 难道重画区的男师 有可能根本不是林宗耀吗 重画区的断掌男师 经过死者母亲的指认 应该就是49岁的林宗耀 她的前科不少 她去查的时候 林宗耀是被通气 炸气案件 就在案发一个多月前 林宗耀才因为加重炸气 取材未遂罪被判刑一年 因为没有到案执行遭到通气 警方更查出她跟前人友 目前还有炸气官司 没想到现在竟然遭人杀害 她有可能用公司的名义 来跟银行类似炸贷 或者是用买卖珠宝的名义 来跟被害人骗钱 买空卖空 那这个炸气案件呢 被害人是一个女孩子 她的说法是 她跟林宗耀是姐弟恋 林宗耀蛮会做生意的 她说她妈妈的珠宝都很棒 要投资买卖珠宝 姐弟恋生性不已 就投资她了 后来可能林宗耀就目的达到了 就一直避开这个女孩子 女孩子当然找不到林宗耀了 我就要告你了 贾接主宝投资名义 林宗耀向前女友 额炸了339万现金 外加一张500万面额的本票 总计800万 让前女友告上了法院 会是因为这800万 让对方动得杀人面好 不可能 因为你都找不到林宗耀了 你怎么去杀林宗耀呢 我都已经告你了 我干嘛 再多此一举买凶杀人 然后再来 顾不一证这个东西 我买凶杀人了 我还会把尸体 直接丢在路上吗 不可能嘛 一定是我让你直接消失就好了 经过调查 排除了前女友买凶杀人的可能 那还有什么致命因素呢 专案小组将林宗耀 连同家人的所有资料 都掉了出来 却发现有个地方不太对劲 这张是林宗耀的照片 这张则是林宗耀哥哥阿贤的证件照 看出来了吗 照片中的兄弟两人长得几乎一样 证件啊 两个人不同名字 相片是同一个人 我还特别还跟我不晓得这样讲说 手上 你看 这两个人是不是跟这个人 还是详细的 详细的也不可能 林宗耀49岁 他的哥哥57岁 兄弟两差了8岁 年纪差距有点大 差8岁呢 哪有可能 谁就很想 既然又不是双胞胎 那怎么跟 长得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 专案小组再查了兄弟两的 护证资料 我看到林宗耀的身份资料 他在案发时的前两年 有更换动作 这是哥哥阿贤 换发身份前的照片 这是两年后 判发身份证后的照片 两张照片伤的人 明显不同 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到底是谁 就是因为这两张照片 案件搬到这里 太诡异了 承办人黄文俊 仔细回想整个调查过程 从林宗耀的尸体被发现的现场 再到林宗耀母亲的指认 以及侄子的态度 洪文俊决定 再找侄子来问个清楚 纵然不是你父亲 那也是你的阿伯 或者是你的叔叔 假设 你听到他的死讯的话 你也是会惊讶 他不惊讶 非常的诡异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找突破口 专案小组联系的校方 希望能让孩子暂停校外教学 回来协定调查 当时学校的老师 陪同林宗耀的侄子 回到了警察局 由黄文俊接手讯问 黄文俊说 当时候他拿了两张照片 给侄子认 要他看一看 这两个人 哪一个是你的爸爸 那我就拿林宗耀 跟林宗耀的证件 护医症资料跟相片 我们都有调出来 给他看 他也撒住了 因为两个都是同一个人 他不晓得要指哪一个 全部都是护医症的资料 一个是林宗耀 一个是林宗耀 只不过是两个人 是不同时期的相片 但是你一看 就是同一个人 那他也撒住了 他当然是指林 林宗耀 第一次专案小组上侄子 指认两张相同的照片 但上头的名字不同 一张照片是著名阿贤 另外一张则是著名林宗耀 而这一次再指认 两张照片上的人明显不同 一张是林宗耀的近照 一张则是阿贤的旧照 但资料上的名字 通通都是阿贤 如果是自己的爸爸 要辨认应该不难吧 OK 好 那我就问了 我说你说这是林宗耀吗 那我跟他讲 林宗耀的刑案相片 我再给你看一下 我把名字盖起来 来 你看看 他一个是你爸 我盖住名字嘛 两张是不一样的相片 一个是刑案资料林宗耀 一个是护医症资料的林宗耀 是两张不一样的相片 我遮起来让他看 却没想到 侄子侄儿的阿贤 上头的照片 竟然是林宗耀的 他不晓得那个是林宗耀 就是那个嘛 我让你看 两个都叫林宗耀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叫林宗耀 这个才是林宗耀 从这边才开始突破 他才承认说 对 他是林宗耀的儿子 原来口口声声说 自己的爸爸是阿贤的国中生 一直在说谎 问他为什么要欺骗警方 自己的爸爸 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爸爸本身林宗耀是 通气的身份 所以他有交代儿子说 如果有人来找 你都要说是阿贝 就是林宗耀的儿子 这样才不会造成 你们生活上的困扰 因为爸爸在外面 有跟人家有债务关系 然后又本身又通气 原来是怕被追债才要说谎 林宗耀的儿子说 爸爸平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 爸爸在一中街附近 有租了间房 专家小组立刻拿着 林宗耀的照片到租屋处去 要问问附近住户 有没有更多命案相关的线索 七点左右 我们就找到北屯的租屋处 所以我们当然是赶快 把林宗耀的相片 拿给管理员看 说这个人 有没有住在这里 管理员说有啊 管理员说 照片中的男子他认识 的确是这里的住户 但接下来 管理员说的话 让所有人都傻了 这个人早上才离开而已 六点半我帮他叫计人车 让他坐车离开 搭车刚离开 问题是照片中的男子林宗耀 早就成了桥大三街上的南郊虚了 怎么可能又出现在服务处 难道林宗耀没有死 若是这样 那桥大三街上的南郊虚又会是谁 好 如果重化区的死者不是林宗耀 那会是谁呢 经过了DNA的比对 证实了 这死者的确不是林宗耀 竟然是他的哥哥阿贤 侦察队长陈春安说 当他们证实林宗耀 还活着好好的时候 他们就严看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 为了要夺取身份 杀害哥哥 意图要借尸还魂的凶杀案 检警追查段长焚尸案 案子越追疑点越多 原本以为死者的身份就是林宗耀 但是就在专小组突破了林宗耀儿子的新房 找到了租处后 管理员的一句话 又让案件更加枯朔迷离 管理员口中的阿贤指的就是林宗耀 原来林宗耀平时就是用哥哥的名义 在外租房子 但倘若林宗耀还活着 那乔大三界上的死者又是谁呢 因为他母亲坚持那是林宗耀 那我们或许就怀疑这是林宗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 因为警方发现 阿贤在事发后就失踪了 专案小组赶紧找来阿贤的孩子 比对了DNA 证实了死者的确就是阿贤 当时侯侦察队长陈春安 脑海中闪过了一个想法 我们就下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次可能是弟弟杀哥哥 林宗耀杀林宗耀 而要用林宗耀的身份 存活于世上的一个戒私房门的案件 所以当下我们研判他最大的动机 可能就是通气没办法正常的过生 所以他想要用戒私还活的方式 让警方以死者是林宗耀的死者身份 而做结案 然后他就可以用林宗耀杀哥哥的名义 继续重活于世上 若是以这样的动机为前提 回过头再看乔大三件的命案现场 很多疑点都说得通了 包括了歹徒切断死者的双手 烧毁了他的面容 不让人辨识 却没有取走死者的皮夹 还有现场那数颗被人刻意摆放的骰子 因为我记得他的 包含连内衣裤都烧得很干净 那你如果连内衣裤都烧得这么干净 结果皮夹还这么完整 太刻意 对 傻骰子就是刻意去引导 朝向赌债的方向去侦办 他必须要让那个证件被发现 让人家误以为死者是林宗耀 也就是说林宗耀这个身份 必须在世界上永远消失 林宗耀才能用哥哥阿贤的身份重生 警方调查正发现 林宗耀跟哥哥阿贤 出生在黑道家庭 他们的家庭其实 本来也算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爸爸是台中地区早期有名的 黑道的人物 那所以也有累积了不少的身家 外传身家也有数十亿 据传林宗耀跟阿贤的父亲 曾经是赤炸风银的大虎帮老大 更与中部黑道教父国兵多爱 李肇雄齐名 他底下的两个小弟都相当知名 一个是台中角头翘嘴红 曾经是十大枪级要犯 黑牛黄红鱼的军师 也跟鬼剑丑林乃福交往盛命 另外一个则是身价百亿的 谷国大亨五国柱 赫赫有名的江湖大哥 生了两个儿子 总是盼着望子成龙 两个兄弟相差八岁 记忆却完全不同 到儿子混流氓也无力继承家业 带光了不少家产 那他也不像他父亲走知名路线 他走偏 所谓的走偏 做师父级的 台语叫塞夫 塞夫就是专门老千 那这种的会影响父亲的声望 大儿子阿贤炸赌 有了不少是非 反观小儿子林中耀 从小就很会念书 弟弟林中耀 他本身学历蛮高的 也有读到大学 家里面对他是寄予厚望 爸爸妈妈也都对他 特别的关爱 据传林中耀是刘美硕士 家人对他寄予厚望 家中的营造厂 在父亲过世后 也由林中耀接手 因为他是接他父亲的 甲籍营造商 所谓的甲籍营造商是 他的工程都是可以接国家工程 几亿几亿以上的 这个公司就很大了 毕竟林中耀 爸爸本身是黑道 所以他也不见得希望 自己的小孩子走黑道这条路 更何况他的小儿子这么会读书 希望他能走向正途 朝有正当工作方向去发展 所以家里面才会资金去挹注他 不管做生意或做投资 但好景不长 林中耀接手的营造公司 在2013年也倒闭了 在八十几年左右的时候 他股票有一波是让很多人赔 那林中耀是在那一个时期的时候 赔了蛮多家产的 可能从事期货跟股票 所以也导致把家里面的大量的财产 也花得差不多了 大概在102年左右 这个公司就已经没有再继续营业了 尽管公司倒了 但由于林中耀是家中的期望 家里的经济开修都得靠他 再加上哥哥阿贤近几年身体不好 负担又更重了 哥哥的经济状况都必须要靠 弟弟跟妈妈金钱的支柱 但是他那种金钱也已经花光了 所以多重的因素之下 他也没办法再支应哥哥这边的金钱 他可能也不堪其劳 再加上他哥哥又喜剩 体落多病 经济开销大 但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林中耀从原本的一路顺遂 开始越走越偏 一个家里的钱没有了 所以他就要在自己想办法谋生路 导致他后来产生了一些 杂漆的行为出现 素少豪是台中六分局侦察队的侦察所 协办断掌粉尸案 他说2013年时 林中耀曾经卷入了一起珠宝买卖纠纷 当时他就曾经带过林中耀 在追查过程中就发现 他已经有在利用别人的身份在躲避 不管是债主或者是司法经约的追查 他利用外申的身份 要去物证事务所办了假身份证 然后要去某个旅行社办物照 应该研判他就是要出境 因为他的身份是统计犯 他必须要用一个新的身份 警方早一步拦下了林中耀 当时的林中耀用的是外申的身份证驾照 这样的情字让专业小组再次确认了 林中耀冒用身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警方心中的研判都被证实了 这是一场林中耀精心策划的逆纹试青案 而且更重要的是 林中耀的家人 包括他的妈妈 他的儿子 可能都牵着其中 好 林中耀就是断掌焚尸案的主线 专业小组清查了林中耀在案发前后的 所有的行踪 发现了早在2017年的5月 林中耀被发布通信之前 他就已经着手在准备 这一起害人的杀人计划了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他先到卖场去买了各种的犯案的工具 而在案发4天前 他到了加油站去买好的汽油 就在案发的当天 他还约了朋友去唱卡拉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事发当天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林中耀抵达卡拉OK的时候 他戴着假发 穿着黑色的上衣 还有短裤 一身轻装 而没多久 他的哥哥阿贤也到了卡拉OK店 他在一楼打电话给弟弟 吹住他赶快下楼 而没多久 林中耀他在出现在镜头之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换上了鸭舌帽 戴上了口罩 黑色的上衣 还有换上了长裤 另外他还背了一个包包 林中耀跟哥哥 他们约在一楼碰面之后 这兄弟俩 他们搭着计程车就离开了 而哥哥阿贤完全没有想到 他即将踏入的 竟然是亲弟弟为他设下的死亡陷阱 重画区南施的死亡真相 仿佛陷入重重迷雾中 警方抽丝剥茧 确认了段长死者的身份 就是57岁的阿贤 而他的弟弟很有可能就是心胸歹徒 当时专案小组 从林中耀松竹五路的租屋处开始 一路调阅监视器往下追 慢慢拼凑案发前中后 林中耀的所有行踪 发现早在2015年 林中耀就去了护证事务所 用哥哥的名义换了张 贴有自己相片的身份证 而在2017年5月 地检署发布通缉前 林中耀也已经到武金行 购买了疑似犯案用的各种工具 比如说锤子 拔钉锤 解锤有锯子 有菜刀 这是在106年的4月18日就购买 比对这些工具 跟死者阿贤身上的伤势 头部被重击 割喉 断掌 似乎都很吻合 但最重要的是 林中耀用来引燃火势的促燃剂 会是什么呢 监视器画面拍下 就在案发前四天 林中耀开着白色休旅车 来到了加油站加油 他打开了油箱门 拿起了加油枪 看似正常的加油SOP 专小组看出了断倪 车子停在那边 然后他的油箱是打开的 但是后车门也打开 加油画面不特殊 特殊的是 他支开了这个加油的员工之后 但是他的油枪 并不是去加他这一部车 自己拿着容器宝特瓶 自己用油枪加油到 这个容器里面 这就很奇怪了 可以连结是 火光的发生 是因为汽油的关系 打开车门 为的就是要挡住监视器 让林中耀可以将汽油 加到容器里带走 所有找回来的资料 找回来的影像 找回来的证据 都很支撑是 林中耀涉案 而在台庄西屯区 宁下路的大楼里 这里三楼的一家卡拉OK 就是林中耀执行死亡计划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是那个是已经好几次了 因为这些酒友 我也都找来问了 然后说很正常啊 爱妖啊 已经找我们来 吃吃喝喝蛮多次了 这一天 林中耀又约了几个朋友来唱歌 画面中可以看到林中耀 戴着假发 穿着黑色上衣 黑色短裤 一身轻装来到了卡拉OK 一间包厢里 林中耀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 尽管旁边的朋友聊得开心 但林中耀的神情 看起来若有所思 喝酒喝到一半 他就借故 有出来打电话 那这时候就是打给他的哥哥 哥哥阿贤 抵达了卡拉OK店的一楼 这是当时候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穿着格子衬衫的阿贤 就在一楼的电梯旁等待着 这就是他的最后身影 而人在包厢里的林中耀 得知哥哥来了 他离开了包厢 他要离开之前 先跟他的朋友讲说 我有朋友在楼上 我去阿姨洗一下 去泡酒 你们继续喝 他就背着背包 就去厕所换装 换装了之后要离开了 画面中林中耀换了上衣 床裤 戴上了鸭舌帽跟口罩 背了一个包包 他从楼梯下楼 试图避开电梯监视器 当时的他全身包得密不透风 走经过大厅时 突兀的装扮 让一旁的路人 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而在跟哥哥阿贤见面后 林中耀设下的局 一切都如他所计划的 开始执行了 他把他身上的三四只手机 都放在酒店的包厢内 这个动作其实也就是 在制造断点 因为你没办法从 手机的定位 手机的通电的状况 去查明说 我有离开现场 所以他都是计划过的 林中耀带着哥哥 搭了寄人车离开 他们从宁夏路 沿着甘肃路 一路到河南路 凯旋路附近换了车 然后计程车司机就讲说 对谈很正常 他就下车了 计程车就回转 回转的时候 他有印象 说他看到他们两个 在一部白色的车 后车向他打开 两个人在不知道看什么 这辆车是林中耀 早就安排好的 他开着这辆车 带着哥哥 一路再往桥大三街 也就是按发现场走 白色的自小客车 是大约在6月1号的凌晨 40分左右 开进来 开进来这个重化区 这个空地里面 然后到了55分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一阵的火光 随后车子马上就开走 就离开了 这个死者来到这里之前 是有意识状态的 但到这里短短的15分钟 就死亡 短短15分钟的时间 当白车离开 现场只留下阿贤 但他已经沉的地上 一具胶湿 而林中耀从案发现场离开后 先初步清洁了车辆的物证 中途他换搭了一辆机缘车 回到了卡拉奥克店 林中耀进入包厢前 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衣服 已经又换回原本的假发 黑色上衣跟短裤 尽管变得装 但包括了自然车司机 还有包厢里的朋友 都对这一碗的林中耀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当时他在这个客人的时候 味道怪怪的 他上来之后 我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 就是那种有烧木炭那种烤肉的味道 炭焦味 这三位朋友也说 对啊 他离开的一段时间回来之后 身上就有一个炒火炸味 一个烤肉的味 专案小组说 林中耀回到了卡拉奥克 静静等待九川结束后 他又搭了机轮车急忙离开了 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得要善后 回到多处的林中耀 可以看到他戴着手套 拎着塑胶袋忙进忙出 他手中的这些袋子 装的应该就是犯案物证了 他下楼的时候就挤着两大袋的 黑色塑胶袋 满满的垃圾 然后就放在后车厢 然后就离开了 没多久林中耀再回来 这时候可以看到车牌不见了 专案小组研判 所有的物证应该都被丢了 这个时间是上了六点多 接下来林中耀就请保全帮他叫机轮车 离开了松竹五路的住处 这是一个计划非常缜密的一个作文 他这当中变换衣服至少变换了三次到四次 搭了六次的计程车 然后设了非常多的断点 尽管林中耀处心几率 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专案小组部下的重重紧力 将林中耀逃逸的每一个点都揪了出来 这是林中耀最后的逃逸画面 他穿着白色上衣 手拎着行李袋 专案小组掌握了 他就躲在一中间的一家商旅 大批远警特强实弹前往待人 警察 不到24小时的时间 林中耀落网了 却没想到被逮后的林中耀 完全不配合 纵使警方将所有的市政 摊在他面前 他就是不认 该怎么突破他的刑罚 林中耀他被逮了 但是面对警方所有的询问 他通通推说他不知情 他说他的确是冒用他哥哥的身份 但是他没有杀哥哥 不过警方调阅所有监视器 拍下林中耀犯案之前 所有的行踪 还有他灭阵的所有的过程 也在他的车子里头 踩到了哥哥阿贤的血迹 铁证的无伤 这些证据他通通都赖不掉 但是对于专案小组来说 还有一件事情 也很重要要理清的 那就是除了林中耀之外 林中耀的妈妈 他究竟知不知情 他有没有涉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呢 因为林中耀在2015年 要冒用哥哥的身份 去办身份证的时候 曾经被拦下来 护镇事务所的人觉得 这个照片的长相落差太大了 不让林中耀去更换 而当时林中耀的妈妈 还亲自跑到了护镇事务所 他还写了切结书 帮林中耀取得了 这一张假身份证 但难道妈妈真的知道 弟弟要杀害自己的哥哥吗 专案小组带回了林中耀 他就是焚尸案的真凶 但被带回警觉他 面对警方提出的所有证据 他统统都说不置情 他都说没有这回事 相片里面的人是谁 我看不出来也太模糊了 太模糊 这个衣服是不是你的 那么多衣服是这样子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我 不是你 而且为什么你儿子说这个是你 然后他想说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说错了 他都是这样子给你回答 他否认就对了 就连到家欧站买油的画面 林中耀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家欧这个我又问他 我记得我拿来问他的时候 我是在加油啊 你看清楚 你是拿油桶 不是加油到车里面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加油 我没有油桶 就给你 反正就是给你硬掰就对了 暴冲哥哥这部分他有承认 但是杀人的部分他都不承认 他当然可以讲啊 对啊 我是冒充他的身份没有错啊 那你怎么说我杀他 我冒充他跟我杀他是两件事情 一问三不知就是林中耀的态度 面对哥哥的死亡 他的神情没有半点哀伤 他那个情绪跟脸部的表情是 末世 而且是没有变换 就是这样 有什么的后悔吗 没有 完全感受不到 但林中耀的失口否认 却在检察官开庭时 却变了 我记得是到第三次 检察官出庭的时候 他请他的嫂子到现场 我就负责就是借户安全 但他进来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那个嫂嫂坐在那边 当场他就跪下来 我错了 毕竟你杀人啊 看到林中耀的太太 看到林中耀的儿子 可能两性发现啊 看着嫂嫂林中耀终于认罪了 他说一切的改变 都从他所经营的营造公司倒闭 信用破产又被通缉后开始 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两个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好 再加上哥哥自己本身的 整理状况很不好 因为他要躲 要躲债主 躲仇家 躲警察 躲司法机关等等 他还想要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原本的人生胜利组 现在过得躲躲藏藏 再加上哥哥阿贤 常年酗酒赌博 无业又得靠他接济 让他兴起了 取代哥哥的人生 这个可怕的念头 因为他想要新生 因为他欠债 我们后来发现也很多 数千万 甚至是更多 我们不得而知 那他没有办法负担这些债务 他一定要找一个新身份来新生 林中耀死掉了 没有人会来找的嘛 对不对 债务是不是也解决掉了 不然他这辈子就是这样无止境地躲下去 或者是被关 再加上妈妈早期曾经替兄弟俩买了不少保险 一旦林中耀死了 可领到大约一千多万的保险金 也可以疏解家中经济的燃眉之急 今晚林中耀曾经变称 哥哥阿贤也同意他这样做 但是阿贤已经死无对证了 但林中的妈妈跟孩子失情吗 所以我没有怀疑是不是妈妈有参与过这其中的部分 几乎全家人都在帮这个林中耀这个凶险 去说他是林中耀这样 全家都在帮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 还记得从案发初始 妈妈的态度就很可疑吗 包括了认识时 笃定的指认死者就是林中耀 还急着火化 很大的一个疑问 两个都是他的儿子 一个被杀死了 为什么可以这么冷静 也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 专案小组查出 林中耀在2015年9月那一次 到护证事务所用哥哥的名义 要换发身份证时 曾经因为兄弟俩的长相差异太大 被拒绝了 护证人员记得清楚 因为怎么可能同一个人 前后时期长相会落差这么大 当时讲的理由是因为 林中耀有生病 所以有打肉毒感菌 有做美容 有做医疗行为 所以导致脸的状态 跟原本林中耀的旧照片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隔一天他就带他妈妈来了 写了一个窃节书 证明说林中耀是林前 母亲都亲自出面证实还写了窃节书 对护证人员来说还能质疑什么呢 也只能换发了 不仅如此警方更发现 早在事发前几个月 林中耀跟母亲就已经在讨论 然后是这个小孩子 我跟他做第一次笔录之后 他妈妈讲给我听 私底下跟我听说 小孩子在当年三四月的时候 偶然间在房间外听到奶奶跟爸爸在聊天 父亲跟祖母有讨论这父亲要跟大伯交换身份的这件事 聊到说爸爸的身份要换阿伯的身份 阿伯的身份要换成爸爸的身份 这样的话 我在问他们笔录说我不是怀疑 我认定就是他 他知情 尽管怀疑林中耀的母亲或许知道些什么 尽管林中耀的母亲也曾经替小儿子成功换发假的身份证 但虎毒不食子 自己的两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没有确切试证 无法证明母亲舍爱 他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我知道那是我们儿子而已 他就讲说是林中耀 一开始都是讲林中耀 后来他承认那是阿贤 可能看不错这样 然后我用他的孙子的话来去问他 小孩子人说那个没准 你也没法证明当时他确实有讲这样的话 我孙子讲的话 我不承认啊 当时他们讲的话你也没有录下来啊 我是觉得在问他母亲笔录的时候 那种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的悲伤 一个要准备被关了 一个死了 可能是哀莫大于心识啊 这就是悲剧吧 好这起林中耀逆纹事情案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就是必须要找到林中耀他的犯罪工具 但没有想到当时骗询不着的犯案工具 就在专业小组祭拜完土地公之后 竟然就找到了 而在台中竹心路上的五福祠福德镇神 这里供奉土地公 相传土地公守护乡里是地方保护神 但就在2017年6月的某一天 这一天土地公出巡返回福德词后 怪事发生了 所有人都还想不透 怎么会突然空风暴雨 却没想到隔天台中六分局的大批远景 来了土地公庙 有讲说他要来找作案的工具 这一块都是草的范围不小 不小啊 所以很难找啊 重划区内的杂草应该有一米到一米五高的杂草高 将近快两个小时还是找不到 原来林中耀把犯罪工具丢在土地公庙旁的 重划区草丛里 在土地公眼皮底下犯案 就让小组特地前往土地公庙 希望土地公能够给贬值 当然这也不见得是迷信啦 对 就是一个信仰 然后我们就过去跟土地公拜一拜 才刚拜完没多久 同仁再找了同仁就说找到了 有黑色衬衫啊 有菜刀啦 有螺丝起子的 有手套 有口罩 有毛巾 有锯子 有帽子 有背包 有铁锤 几乎都找到了 杀害自己亲哥哥的林中耀 他原本一审被判处无奇徒刑 他因为嫂嫂的求情 最后改判十八年定业 围在台中的大坑山区 林中耀说他将哥哥的手掌就丢在这里 大批远警上山希望能替死者召毁全尸 我们是带林中耀出来的 那你是丢在哪里 他讲说我印象中是丢在哪里 反正就是那一代啊 你怎么怎么找找不到 到现在所长都还没找到 也不排除说因为毕竟山区嘛 野狗很多啦 二零一八年八月七号 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判罪手法凶残 审酌之后判处被告林中耀 无奇徒刑 尽管一审判处无奇 但二审期间 林中耀的妈妈 儿子 嫂嫂还有侄子 都帮他求情 希望法官能够从勤良心 他得到了他嫂嫂的谅解法 好像改判十八年吧 至于林中耀的妈妈 则因为未造文书 被判刑三个月定业 以救杀人罪的犯案过程当中 是没有看到有妈妈参与的证据 这部分是没有的 但你说未造文书 这部分是很明确的事实的 2016年高雄一名车床工厂的老板 他被儿子发现 诚实在自家的工厂 他的双手双脚被捆绑在椅子上 整个人捣握在血泊里 非常严重的刀伤都集中在他的头部 凶手几乎是往死里砍的 警方赶到了现场 发现现场非常的凌乱 像是经过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打斗 而究竟是谁跑进了工厂 把人给杀了呢 死者的太太跟警方说 他先生前两天才跟他抱怨过 他请了一个临时工人 绰号叫做大头 跟他先生借了钱 但是却不还 难道是因为债务纠纷 动手杀人吗 正当警方四处找这个大头的时候 这个大头自己主动来投案了 他说没错 他和死者的确是有金钱上面的纠纷 不过那也就是几千块的买酒钱 怎么可能为几千块动手杀人呢 不过真正关键的是 大头他提出了他的不在场证明 排除了他涉案的可能性 那不是大头会是谁呢 从地面上面散落的酒瓶 还有一些罐头 专案小组可以找到 任何破案的蛛丝马迹吗 晚间七点多该吃饭了 62岁的阿美打了通电话 给附近的面电 打电话来 给他煮一个名 阿美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跟丈夫王姓老板结婚四十年 夫妻俩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二女儿小凤因为有智能障碍 三年前因故过世了 其他几个孩子都有稳定工作 而丈夫则是在人舞经营车床工厂 每天早出晚归 平时约莫晚间七八点就会回家 但这一天等到饭面都凉了 阿美却等不到人 根据我们查了他 有时候喝酒就会晚一点回去 如果不然没有喝酒的话 那平常是很正常的时间 六七点就会回家吃晚餐 大概不会说这么晚都还没有回家 就十点多了 王老板有慢性病 常会下背疼痛跟双腿无力 就怕他一个人在工厂里出了意外 儿子立刻回家拿备份钥匙 并带着妈妈阿美回到工厂 就打电话给他没接 手机没接 打工厂也打不通 就过去看看 就发现了 他当时城市在这边 他这边铁门旁边有铁皮屋的面影 他当时这边因为头受伤 所以这边都有血碳 当首任职高雄市警察局 建设中心警务证的陈鸿贤说 他们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 王老板已经倒握血破装 他的头上倒很雷 牧师主要就是头部脖子这边 跟右上方这边 头骨这边 这边伤势是比较严重 因为都裂开都可以看到头骨 有凶器就在旁边 一把菜刀上面都沾满血跟毛发 呆徒下手好狠 倒倒都往头颈要害 被害人毫无反击的机会 施责用黄色的塑胶带 绑在两个足手 然后双脚是病了 被塑胶带滚绑 向左侧倒在地上 混乱 看起来其实就是打斗过痕迹 他有一个折叠桌就是翻倒的 然后有一个以前旧型的那种 有印象感的电视也是掉在地上 竹筷子撒落一地 然后透明塑胶杯也都撒落一地 还有一些鰻鱼罐头 看起来是有吃过的 还有未开的 就是有一罐是有掀开 然后有吃过的 像那液体啊 那酒也都故意有撒到旁边的地上 还有两三瓶是倒的 但也有立着的 像高粱啊 啤酒一些 像保利达也是倒在地上 吃过的鰻鱼罐 打开的酒瓶 因为铁工厂内没有监视器 门窗也没有被破坏 专小组靠着几个关键证物 试图理出工厂老板的死亡拼图 我们初步依据现场它所承设的 因为它有三双筷子 三个饮料杯 还有一些酒 那些酒瓶大概 如果正常的不会是一个人喝的 一个量 因为铁门没有破坏 表示是我们认识的 你进来 然后我们可能喝酒聊天 可能一言步 还是说为了灾污什么原因导致事后争吵 翻桌吵架之后造成杀害他 就像专案小组所研判的 凶案发生不外乎就是情财仇 老板究竟跟谁结了院 他是很喜欢喝酒 但是钱财方面应该是蛮清楚的 有的公大人应该是都感到最上的人 我知道是这样的 他的个性当然是 常常在台湾的丑屋那种 他的个性 他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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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也不错了 他比较大 他做他的业务 没有听到他都要大小 我看他这儿 客人和他说的都不错了 他生理应该很好 生理应该很好 中中的 中中的 他只能做一个业务 要不可以做一个业务 聽說他做恰臣好像技術不錯 人家在那裡 說他做小孩出事就學一堂 做得那麼多 人家做不太好 他就是做一些客製化的鐵劍 所以說他的客戶一次稱讚他的手藝是不錯的 如果有Case做不完的話 或者是除了人家吃完 他可以拜託朋友來說來到這裡 他在酒友有欠他錢的 就來幫忙做一些雜工和抵債 他有很多人 他大概都是在人物地區而已 也沒有說去賭啊 還算單純 店就去那裡自己都在那裡 媽媽說上個月有錢一個零食工 那個零食工他人是怎麼樣 我媽看過他 太太阿美說 最近曾經聽過丈夫抱怨 工廠有個零食工大頭借錢不還 案發前丈夫還為此跟大頭有了爭吵 他有跟他借貸金錢 但是都沒有歸還 最近他有一直在向對象 吹討在相關的借貸的金錢 專案小組立刻前往大頭的租屋處 要去找人 但是早已仍去樓空 沒想到案發隔天下午 大頭出現了 大頭是自動盜案的 因為有聽說周遭人說 檢查在找他 他自己就跑過來 他也說他確實是跟 講有一些幾千塊的 得九錢就欠他 也不是很大的環象 香腸是在大頭 道案前一點 檢方通知過來的 兩個人都可以提出 不在場證明 這條線查到這裡亂了 倘若不是因為債務要了命 還有什麼可能 在專案小組苦思 偵辦方向的同時 他們發現了異見怪事 現場狀況其實就是看起來 就像是酒後起衝突這樣子 那最簡單的一定會在那裡有 所謂的喝酒吃東西的行為 可是檢方這邊採證到最後結果DNA 完了只有王先生的 非常的奇怪 沒有比對出其他人的 如果是酒後衝突 一言不合之下 衝動的把人給殺了 那照理說現場的酒杯 酒瓶或者是筷子 應該踩得到兇手 的DNA嘛 不過也有可能是 會不會從頭到尾工廠裡頭 就只有死者一個人在喝酒呢 他是遭到兇手的突擊呢 而這起命案棘手的是 現場沒有裝飾監視器 所以專案小組只能夠 從0萬的現場去找到 兇手可能留下來突刺馬跡 剛剛我們提到的 在乍看之下 這個混亂的現場 提供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線索 那就是死者和兇手 他們發生了激烈的打鬥 但是當年高雄市警察局 監視中心的警務證 陳宏賢 他卻看出了這其中的亂 其實是亂中有序的 什麼意思 他大膽的研判 這些混亂 其實被人刻意製造出來的 這個動機就是要誤導 警方辦案的方向 如果真的打成這樣子 那麼兇手怎麼可能 沒有留下任何的生物機證呢 就在案發後沒多久 王老闆的女兒帶著記者 重返車床工廠的現場 觸目所及的是 地上有好幾個吃了一半的罐頭 散落的鞋子 父親的老花眼鏡 旁邊還有大片血跡 誰都沒有想到 老父親苦心經營一輩子的心血 竟然成了他的喪命之處 連電視機佛像都被推落在地 不能想像案發當時 現場的衝突有多麼激烈 警方清查了家屬 提供的債務線索卻查無頭緒 儘管鐵工廠內沒有監視器 無從得知裡頭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這個現場 看在專業小組眼裡 越看越覺得不對勁 什麼怪啊 就不仔細看的話 你會覺得真的有可能 因為打鬥而造成的現場 但是你一細看的話 就會覺得跟打鬥而造成的現場 會格格不入 什麼叫做格格不入呢 重新還原案發現場才發現 這現場看起來太乾淨了 正常比如說我跟你吵架 我翻桌了 你是不是會拿東西來抵抗 甚至我的手會有防禦傷嗎 但是都沒有 而且現場也沒有看到 有奔跑追逐 躲避的那些跡象都沒有 以前看過 就算打鬥兇殺的現場 他死者一定會跑 就算他已經受傷 一定地上會有一些低落的血跡 就除了那一塊之外 對 其他外面都乾乾淨 對 簡單來說 就是以王老闆城市的位置為中心 凌亂的只有他身旁一公尺的範圍 其他的區域都沒有異常 王老闆的身上沒有防禦傷 用來捆綁他的黃色塑膠繩 更只打上了一個火結 那麼細的繩子 如果你掙扎 或者是突然的倒下去 那大概那個腳也綁不住 或者是手也會滑脫 繩索綁他的手是鬆的 加上他也沒有一些掙扎的狀況 我們是不覺得有辦法把一個人綁著 然後把他殺死而不掙脫 不僅如此 掉落地上的那一台電視 看在專案小組的眼裡也不尋常 電視啊像那個佛像也蠻笨重的 倒下去的程度好像不是因為打鬥 好像就是故意搬搬去那裡的 你沒有辦法說打鬥摔來的時候 應該摔得破裂還是什麼 但是又沒有 你看我是被丟過的 他應該要碎掉還是有塑壞 是啊 但是沒有 最重要的是 監視小組在現場進行採證 試圖找出到底還有誰 曾經在現場逗留的激震 但是除了王老闆的指紋跟DNA外 沒有更多了 這就是重點 我們現在採筷子啊 透明塑膠杯那些我們都有採 就回去都驗不出新別 你正常有吃過正常筷子 我們採應該至少會有 你說沒有完全但是也有微量 但是它連微量都沒有 什麼都驗不出來 這代表什麼呢 只能做合理的 懷疑說這些東西都是新的 都沒使用過的 隨著驗屍報告出爐 也驗證了專案小組的研判 它的胃溶物還有殘留一些米粉 但是並沒有發現 它有一些蠻魚罐 那還有一些輕微的酒精反應 零點零幾而已 酒精的部分 並不是說現場有喝酒 是人死掉之後 一些體內的一些 你如果是吃完東西之後 才被行凶的胃裡面 至少會有蠻魚啊 還是這些這些小菜 至少會有其中一樣 會在吃者的胃裡面 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故意佈置的 難道這個病案現場 是被人刻意安排過的嗎 再加上檢警相驗後發現 王老闆身上38處的刀傷 其中20刀落在後腦刀刀劍骨 另外18刀則是集中在後頸刀傷較淺 兩處刀痕明顯不同 會是輕生嗎 這個念頭突然閃過 專案小組的腦海 畢竟王老闆有長年慢性病 近年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 但倘若是輕生 他右後腦多達20處要命的刀痕 又該怎麼解釋 不僅如此 法醫還在王老闆的體內 驗出了高濃度的安眠藥 這顆安眠藥 如果一顆的話 大概就是會有助免 或者是鎮定的效果 如果4顆的量的話 大概整個人就是 昏昏成稀稀炎炎的一種 他的安眠藥的量 至少會是4顆以上 那吃了這種安眠藥 已經算是一種 無意識能力的狀況下 你說要叫他砍自己 應該不太可能 擺在專案小組面前 這每一個科學激震 樣樣都是關鍵 卻又無法拼湊成型 一扇鐵捲門鎖住了鐵工廠裡的一切 裡頭發生了什麼事情 除了王老闆之外 還有誰進出過這裡 大概有五六個人 有到這個門口 但是因為鐵捲門都是放下的 所以他們是沒有進去的 但是有聽到裡面是有傳出一些 電視聲看哪裡有 就是收音機的廣播聲 唯一有進去鐵工廠的人是誰 就是黃黃寶美就是她老婆的 死者老婆阿美 她進出自家的鐵工廠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但如果是出現在案發當天的上午 那麼這個時間點 就會引起警方的注意了 警察問阿美 你那天早上去工廠幹什麼呢 還待了五十分鐘 阿美說她幫老公拿東西過去啊 後來她就出門去逛街了 整個問答的過程 阿美她的神色自若 態度冷靜 這反倒是引起了警方的懷疑 你老公被人家亂刀砍死 兇手還不知道是誰 你怎麼感覺一點都不難過呢 除非她就是兇手嗎 但是以她瘦小的身材 有可能獨立殺死一個男人嗎 而且更重要的是 殺人要有動機 她有什麼理由殺害自己的整邊人呢 鐵警決定要清查這一對夫婦 他們的財務狀況 結果赫然發現 阿美她欠了六十萬的卡債 而她老公的戶頭裡頭 只剩下三萬塊的現金 但是她老公的意外受險 加起來有一千兩百萬 而受益人就是阿美 還有她兒子 難道這是一起 謀殺親夫的炸保案嗎 檢警偵辦人物車窗工廠命案 查出的每項機證 卻讓案件偵辦陷入迷霧中 遭人刻意佈置過的命案現場 死者王老闆身上高濃度的安眠藥 以及相互矛盾的傷痕 工廠內除了王老闆之外 究竟有沒有第二人 如果有到底是誰 高雄人物到入監視畫面 看到鐵工廠老闆娘穿著粉紅色的雨衣 朝向工廠齊去 畫面中騎著摩托車的這個身影 就是阿美 這個時間是案發當天上午8點43分 阿美在工廠裡待了五分鐘後 就離開了 上午8點52分 阿美第二次返回工廠 這一次她待了50分鐘才走 從她離開後 工廠的鐵門就再也沒有拉起過 警方問她 這兩次到工廠做什麼 她這樣回答 她說我不做什麼 我們老公就一直給我捏 一直給我捏 我就站在那裡捏 捏捏捏捏 因為她是一個很傳統的男人 所以她對母親應該 不會說我們這種 比較年輕一輩的互動 大概就是車竿六丟 什麼東西 這是阿美的說詞 去五金行買燈泡 去逛百貨公司 掉了監視器 證實阿美都沒有說謊 唯獨在工廠裡的五十分鐘 無法證實 但是倘若丈夫的死 跟阿美真的有關 她怎麼還有心思去逛街呢 況且太太到工廠去找丈夫 很正常啊 她去哪裡來工廠這裡嗎 很少 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 都會拿飯給我吃 喔 送飯店來給我吃 這裡會給我吃嗎 沒有啦 老闆沒有錢 她出來 妳要吃飯店來吃 我去吃飯店 眼前的阿美身高幽默150公分 長相秀氣 身材鮮細 若她真的是兇手 光要她一個人要犯案 難度太高了 她大概150公分 四十幾公斤 新冠大概170幾 將近八九十公斤 如果她給她吃安眠藥 或者那個怎麼去綁 怎麼去那個 其實這是很不容易的 而專案小組會想起事發過程 從發現王老闆被殺開始 包括阿美跟她的兒子 態度都好冷靜 而且王老闆的兒子 在報警並且打了119 叫救護車後的兩分鐘 她就打電話通知葬儀社了 從這個時間點來推斷 他們家俗知道 事實已經挑戰了 第二點 如果是你爸爸 你的自親 遭強到殺人 不管是他是不是 現場飲食 大概都還會要求要送 要做一個急救 這是正常人的一個反應 那第三點 這個是對家屬來講 是一個很shark 很大的一個惡號 不要說哭啦 甚至些是敵禮 或者那個家屬 都是很正常的反應 但是她兒子還有她老婆 讓我們所感受到 是沒有哀戚的感覺 當然這個是很主觀的 為了確認心中的懷疑 監禁恐怖調查了 王家的經濟狀況 這一查下去才發現 王家的經濟狀況 並不理想 而且王老闆在生前 投保了巨額保險 死者的意外險 受險那加起來 大概有一千兩百萬 那黃女士她本人 作為受益人的就有九百萬 而她兒子受益的 大概有三百萬 保到一千兩百萬一個人的話 那大概不大符合比例 大部分的那個是意外險 算一算阿美跟丈夫的每月開銷 房貸 卡債 保險費 還有廠房租金 零零總總加起來 就超過了十萬元 阿美還有至少六十萬的 卡債欠款 平時夫妻倆 就靠著王老闆 每個月二到五萬不等的收入 案發前王老闆的戶頭裡 只剩下三萬元 價都不夠了 才有可能會打冠 她其父有跟她兒子講說 媽媽說 家裡不要再說到保險的事情 第三個 1月27號發生之後 她大概十二月初 她就去保險 就是領了大概八十萬幾萬的 大概就是一個禮拜左右 急著要拿這一筆 對啊 阿美簽訂萬主家人 千萬別對外人提及保險的事 難道真的是因為保險起了殺雞嗎 但是現階段只有懷疑沒有事證 專員小組反覆檢視手中有的更像激震 他們注意到了這個畫面 這是事發當天早上十一點多 阿美從車床工廠返家後 再騎車出門的影像 仔細看阿美換下了原本穿的粉紅色雨衣 穿上了另外一件顏色較淺的雨衣 而且腳踏板上有個藍色塑膠袋 四分鐘後阿美回家 塑膠袋不見了 所以我們在懷疑那一帶是 其實就是做安眠的東西 那我們也曾經去那邊找這一帶 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事實上是沒有找到 於是專員小組前往王家進行搜索 他們找到了安眠藥 這和王老闆提供的安眠藥成分相同 但是阿美說因為他有憂鬱症病史 這些安眠藥是醫生開的廚房簽 那粉紅色雨衣呢 因為我們是懷疑那一天那個雨衣 應該會噴漸到一些血跡 或者是工廠的一些跡症 然後我們要請他提供那個雨衣 院的詢問阿美拿出了一件粉紅色雨衣 他說那一天他穿的就是這一件 趕緊驗驗看上頭有沒有什麼蛛絲馬跡 所以阿美當天穿的不是這一件雨衣嗎 其實這只是他準備好要給警方採驗的新雨衣 新雨衣你在上頭當然採不到任何的證據 那麼檢警也只能夠繼續的找證據 終於在阿美他的摩托車的腳踏板上面 踩到了死者的血跡 這一陣雀鎮 阿美他白頭摸眼 他終於認了 但是他的說詞又反反覆覆的 一開始他說因為他的先生長期的家暴 長期毆打他 他已經忍了三四十年了 他實在忍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下藥迷昏他 然後再把他砍死 再去詐理保險金 但是從先生脖子上面刀傷的角度來判斷 如果只有阿美一個人動手 是不可能造成兩種刀傷的 很顯然阿美他沒說實話 後來他又改口 他說兩種刀傷是因為他先生也有自己砍自己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阿美他進一步的解釋 他說他先生身體不好 每天都活得很痛苦 家裡也欠債 大家都不好過 與其大家難過 不如他一個人犧牲 死了之後 家人還能夠領到一千兩百萬的保險金 阿美說 這是先生的提議 他也捨不得先生繼續的受苦 所以才會忍痛答應先生這個要求 而在案發當天 是他先生用菜刀砍自己的脖子 阿美最後又補砍了幾刀 然後把先生的雙手雙腳綁在椅子上面 製造出酒後衝突的假象 企圖要誤導警方的偵辦方向 這都有經歷過 原本這都幾刀 因為我們外勤那麼久了 特別是命案這種東西 人家講的法網揮揮揮 阿倫跟阿倫也是有 你還是有一些疏漏點 車床工廠老闆的命案 專案小組確定了 最後一個進出工廠的人 就是死者的太太阿美 儘管她的涉嫌重大 但是面對警方的偵訊 她不但冷靜 而且都能夠有一套說辭 阿美的冷靜 讓專案小組留下了深刻印象 儘管阿美提供了 雨衣上頭找不到線索 那包藍絲的塑膠袋 依舊下落不明 但如同時任偵察隊長 郭一龍所說 病案現場設計再怎麼完美 很難不露出破綻 讓她進往突破 Q-point應該就是 在她的機車上 踩到手機反應 當時的專案小組 將阿美的摩托車帶回採證 他們的研判是 倘若王老闆的死 真的跟太太有關 阿美進出現場 騎乘的摩托車上頭 有機會留下線索 然後在她摩托車踏板的 靠近我們這個 坐墊這邊的那個塑膠板 他們又踩到血跡 機車塑膠板上 一個小到連肉眼都不易發現的斜點 阿美無法解釋 郭一龍說被帶回 檢察局偵訊的阿美 儘管依舊冷靜 但看得出來 她的心防已經動搖了 她已經保持沉默了 至少她沒有在 小便說怎樣怎樣 我跟她講說 你再想看看 汪汪哥 你不要讓 檢察官給你機會 我們現在給你 你不要 你那塊等你回重點對不對 我就直接丟這個問題給她 她就點頭 前面的 前面的 那個地區 就是那個 殯儀館火葬城 她只要大概就 那個方向 大概200公尺的那個 透天數 她說 因為我們調監視器 我發現她 大概出來 四分鐘就回去了 所以我們有 大概以她家的違反為 兩分鐘的車程 來找 帶她出來 她說怎麼走怎麼走 她帶我們去找的 所以最後是 她說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對對 所以進去也確實 就是有就找到 我爬過去就 就發現那個 剛剛一包藍色的那個被蓋住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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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那邊 齁齁 先錄影 就在一塊 有神明畫像的板子下 找到了藍色塑膠袋 跟一件粉紅色雨衣 塑膠袋裡有鑽用的手套 跟工具 這些東西上 都沾染了線線 當天她有噴漸到一些血跡 所以她把那個雨衣拿去丟掉 她怕我們懷疑她 她又去買了一件 原來阿美提供給警方的雨衣 並不是她當天穿的 難怪驗不出東西來 因為她早就備好了新的雨衣 要等著警方來驗 專案小組說 或許是冥冥之中 連上天也眷顧 從案發時算起 已經相隔一個月 原本以為要找到證物 機會很渺茫 人舞區那裡 其實冰衣館附近 野狗很多 那種有血味的東西 我想如果你沒有蓋住 可能就被野狗給叼走了 我們也很難想像說 怎麼它丟了之後 會被一個佛像的冥冥 要把這個證物保護住 看住了 保護住了 你問我 我怎麼去解釋這個 我也沒有辦法去解釋這種東西 有啦 保護衣有啦 關鍵的證據都找到了 阿美也開口了 他指控因為丈夫家暴他 為了這個家 他委屈容忍太久了 他是說他如果每次喝酒回去 都會向他打罵 而且死者長期都喜歡喝酒 脾氣又差 他長期在三四十年的 那個精神啊 或者那個壓力之下 他沒有放了忍耐 他要幫他擔心 他說用那個阿美又要吃 吃了一分就要打了 阿美說他將先生殺死後 就佈置了現場 要誤導警方 朝著債務糾紛去偵辦 問題是 這個說法有太多地方不合理 就像先前提的 身形瘦小的阿美 怎麼有辦法 獨自一個人搬動丈夫呢 再加上王老闆身上的傷勢 有兩種不同的刀痕 又該怎麼解釋 而且事後專業小組 在偵辦過程中也查到 阿美曾經向媳婦說過 如果丈夫的死不是她殺 保險就一毛錢都領不到 他本來是要自己擔心 要讓家師拚到這裡的錢 但是又發覺說 我們現場建設的基證 或查訪到中 因為他又沒有辦法去圓訪 圓不了的謊 讓阿美改口了 這一切其實都是丈夫的計劃 因為他先生這個死者 長年的疾背 或者是左肩骨頭的痠痛 導致於每一晚都睡不著 還有兩腳無力不良 還有兩腳無力不著 而且我也說 我都蓋痛後 大概兩天之前 他就跟他講說 要不然我自己那個 我靈感好鬼 丈夫打算犧牲自己救全家 這是阿美的說法 他說先生那天一早 就到工廠去 他們將酒瓶罐頭筷子 全部丟在地上後 先生就叫他去買燈泡 要製造部在場證明 等他回來後 看見丈夫已經倒臥在地 本來是王先生他自己要自殺 但是好像是下不了手 他就幫他 看著丈夫倒臥血破中 阿美心一痕 又雙手結束了丈夫的性命後 再把丈夫捆綁在椅子上 而這也解釋了 為什麼王老闆的身上 會有兩種不同的刀痕 為了誤導警方辦案 阿美在離開現場後 還打了從電話到麵店 要替先生準備晚餐 就是要製造他不知情的假象 卻沒想到 再怎麼整理的計劃 還是露了線 他都沒有誓譜 或是說曾經有過念頭要去做 這個部分我確實有問他 他就說他人家就這樣說了 有人家會說不愛的一個 但是我堅持這樣子做 阿美說從預謀到執行 他都是聽從丈夫的指示 他會幫丈夫的忙 不是為了保險金 而是他不捨 丈夫為病痛所苦 才會註下大錯 王老闆的命案 檢警抽絲剝檢犯了一個多月 才終於查出兇手 卻沒想到 這追查的過程中意外得知 阿美的二女兒小鳳 在三年前遭人殺害 至今任未破案 他們小孩大概三年前 人母有一座橋叫北空橋 也在那裡以我希望 他們做小孩這幾天 百分之兩百五十五萬 那我們直覺就發現 他們做小孩感冒死 有哪有問題 警方的直覺沒有錯了 阿美的二女兒小鳳的死 真的是有問題 當年小鳳懷疑遭到的性情殺害 但是卻一直沒有抓到兇手 警方懷疑當時的命案現場 也是遭到刻意的佈置 而事後小鳳的爸爸媽媽 他們領到了一筆保險金 兩百五十五萬 難道這也是一起炸保安嗎 但有句話說 虎毒不食子 受害者就是自己青春的女兒 她為了錢 為了兩百多萬 她真的下得了手嗎 沒有想到 把阿美借題出來一問 她竟然認了 同樣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阿美說 她的二女兒有智能障礙 常常被欺負 她不忍心看著女兒被人家糟蹋 活得痛苦 所以才想讓她的女兒早日解脫 而家裡也可以因此拿到一筆保險金 所以她才會把自己的女兒殺害 氣死在路邊 還佈置成一個性侵命案的現場 而在仁武八空橋旁的便道 一旁只有少數的土地工廠還有零行住家 昨天一早附近的居民要來割芒草石 遠遠的 那是什麼 一名女子衣衫不整被人氣去路邊 早就沒了氣 當地的居民嚇得趕快報警 就看到死者就是羊躺 一隻腳是這樣彎曲 一隻腳是直的 然後她的衣服就是上掀到胸部這邊 死者是年約36歲的小鳳 有智能障礙 幾天前她的母親阿美報案說女兒失蹤了 沒想到再找到人 已經沒了氣息 他們家好像是她姐姐跟她爸爸來哭的鑰匙 就都找不到 就找不到她了 那媽媽有來嗎 沒有 家屬說小鳳很喜歡喝酒 喝了酒就常往外跑 攔都攔不住 當初的查訪是說她 因為她本身是有一些缺陷 那也會去四季跟別人家 好還是那個好 會偷酒喝 如果沒有錢的話 就會去偷她爸爸 也就是王姓死者的錢 去買酒喝 也曾經有好多不明的男士 會勾引她去喝酒 然後性侵她 陳鴻賢說 從現場初步研判 小鳳應該是遭人性侵殺害氣師 但這個現場 越看越覺得打理不對 現場就很奇怪 因為我們看她的腳底 手也都沒有掙扎痕跡 然後背後也沒有一些摩擦 掙扎的痕跡 因為正常我們要被清 清她一定會掙扎嘛 就算你在現場 也是會打滾 旁邊有些衣服會摩擦 刮到一些地上的石頭之類的 都沒有太乾淨 如果是被性侵殺害的 應該有機會踩到檢體 但檢警進行香驗 卻什麼都沒找到 一定是沒有啊 因為正常你如果性侵害 一定會有嘛 不管量多量少一定會有嘛 就很奇怪完全沒有 就像現場的那些筷子什麼 都完全沒有啊 沒有心底 然後在她胃裡面就發現 有孔雀綠色的液體 然後後來有驗出 類似這種老鼠藥的毒物 疑似性侵案的現場 死者被胃毒 卻沒遭到性侵 裁檢也沒結果 太怪了 今晚案發現場 周遭沒有監視器 但專員小組仍試圖 往外擴大調閱 他們找到了一個畫面 就是她被一台摩托車載出去 但是畢竟早期那個監視器的影像 品質沒有那麼好 而且距離也蠻遠的 一個模糊的畫面 只能證明小鳳是被人載走了 載她的人是誰 根本無從比對 案件偵辦因此陷入瓶頸 沒有更多的試證 小鳳的案子也只能先簽結 沒想到小鳳的死還查物試證 三年後她的父親王老闆也沒了命 無言下短短三年婦女接連離世 而且兩個人的死亡現場 都遭人刻意佈置 因為她女兒那時候 意外生故有一筆保險金 所以我們也是有在懷疑說 是不是又是同樣的手法 那我們有把它借出來 就針對她女兒這個部分 再做一個清場 她也自白了 自白就是說 她就是用老鼠腰桿逃血 阿美說因為女兒有智能障礙 看著女兒常常被人欺負 又管不住她 常連照顧下 她已經身心俱疲 再加上丈夫會對女兒家暴 甚至還要求過她用狗鍊 拴住女兒 別讓男兒外出惹事 擔心自己年長體衰後無力照顧 乾脆親手了結女兒的一生 因為她帶她女兒去墮胎好幾次了 後來也去做一些結紮 那她最後的講法是說 她也不忍心看她女兒 一直這樣子被人家糟蹋 就想說 讓她女兒好走一點這樣子 然後就炸領保險金 255萬是小鳳死後 家人領到的保險金額 金額雖然不大 但是用於家計應該也是綽綽有餘 沒想到短短三年的時間 家中的賬戶只剩下3萬元 因為家中的開銷除了房貸跟廠房租金外 還有指引阿美每個月3到8萬不等的卡債費用 她的金融往來的資料裡面也發現她很喜歡購物 尤其那個電視購物那一陣子 就是那個購物的金錢出蠻大的 就是高價的飾品或者是高價的保養品 阿美究竟有多會買 還記得就在警方鎖定阿美設案後 曾經到王家搜索 儘管當時在屋內沒有搜出什麼可用試證 但是他們對於阿美家中滿滿的購物紙箱印象深刻 一些醫美 鑽石 保養品 有的根本都沒有裁縫 但是就是蠻多的 那再加上我們有去查訪各大的百貨公司 也確定王小姐也是滿常去百貨公司的 購買一些玉啊 鑽戒這類的東西 就感覺她是要一個貴婦一種大半的 拿一個包包啊 那個頭髮束的整整齊齊的啦 她的穿著應該是滿高尚的 喜歡穿洋裝 然後高跟鞋 又有一些飾品 我們當時是想說 這可能是鐵工廠大老闆的夫人嘛 想說有些要交進出還是什麼 廠商之類的 當然又要有基本的一些裝扮 沒錯 但阿美光鮮亮麗的外表下 靠的是丈夫每個月2到5萬的收入撐著 這兩年多來 不足的部分就是靠這個 保險金的部分在cover 所以這段期間應該是有得差不多 所以他們應該就食髓滋味 試過一次填火了 所以想要再弄第二次 專案小組說案發當天早上 就在阿美跟丈夫執行計畫後的一個半小時後 阿美去逛了百貨公司 請到爬哩爬哩跟一漢神巨蛋 珠寶裝櫃 做一些珠寶的建廠 甚至要換一些比較大顆的珠寶 我印象中應該是 原本是買一個比較小 然後後來是要換一個比較大的 原本那個比較小好像是三十萬 後來比較綜藝的那顆比較大的 好像是六十萬 案件辦到這裡 原本以為真相已經水落石出 沒想到 就在阿美被以殺人罪移送遞檢署後 案情再次翻轉 原本的殺人罪變成加工自殺 因為王老闆的死是自圍 不是塔莎 案情出現了大逆轉 那為什麼法官相信了阿美的這個說法 事實上 當初檢警進一步追查之後發現 二女兒小鳳 那兩百多萬的保險金 在短短的兩三年的時間之內 就被阿美花勇殆盡了 甚至就在老公死後 她竟然還有心情去逛街去購物 難道她真的這麼冷血 把自己的親人當成是提管機嗎 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阿美她的說辭反反覆覆 一開始說 因為受不了先生家暴打人 才會動手殺人 後來又說 先生是久病厭世 才會想要親身炸禮保險金 但是她可能突然想到了 萬一法官真的認定了 先生是親身的 那麼保險金 她可能一毛都領不到 所以她又改口了 她補刀了 難道又是為了錢 所以阿美她願意賭上一把 就算她認了殺夫罪 但是只要法官 沒判她死刑 她就有機會活著出來 只要她能夠活著出來 她就能夠領到 那一千兩百萬的保險金嘛 人無車床工廠的命案 儘管專業小組理清的案情輪廓 但王老闆的死因 就在案件移送地檢署後 有了逆轉 其實她後來 我們警官偵訊她的供詞 還有到最後到地檢署 給警察官了 其實是反反覆覆的 原本說這樣到地檢覆覆 甚至檢察官後續再把她借出來 她又說不一樣的 原本阿美的說法是 丈夫試圖親身在右後警 留下了18處的猶豫刀傷後 最後下不了手 才由她來動手 比對的死者投上了兩種刀痕 確實吻合阿美的說詞 但是為了再做確認 檢察官帶著阿美 重回現場模擬 卻發現阿美的說詞 前後有落差 也跟現場的血跡噴漸痕 並不吻合 讓檢察官也不禁懷疑 阿美真的有動手嗎 而法醫生就王老闆的刀傷 發現她右後腦致命的20處砍傷 傷口左邊低 右邊高 砍傷的弱點跟右警 由於刀傷的切割傷口 落點大致排列成一直線 若是有其他人動手 方向落點不太可能如此一致 儘管傷和健骨 若是死者的死亡瞬間 仍是辦得到 因此這些傷口 有極大的可能 是王老闆自己一個人造成的 所以你要這樣要自圍 不能說不可能啦 但是有難度啦 因為你右手這樣劃是有可能 那正常你如果決定要死了 就直接脖死一刀砍下去了 而且你就算你右手的話 你這樣砍也比較會比較順 你不必要在一個抓一個角度 這麼高的角度在這邊這樣砍 你右手要這個方向砍 才有辦法砍成這樣子 角度就不容易啊 20處的要命刀痕 究竟是王老闆自圍還是阿美下的手 儘管見解不同 但問題是 假使王老闆真的是自我了斷 為何阿美不說 還要一肩扛下殺人重責呢 畢竟殺人罪 輕責十年以上 重責無期徒刑 甚至死刑 其實就是講來講去 就是保險金的事情而已 應該是一開始還是 純粹想要拿到這筆錢的念頭 才會說他老公是被他殺的 他殺這樣子意外生故 所以會有保險金 那自殺的話就沒有 還記得阿美曾經對媳婦說過 如果丈夫的死因不是他殺 保險就一毛錢都領不到嗎 難道真的是為了領取保險金 寧可背上殺夫重罪嗎 車床工廠的一道鐵門隔絕了一切 王老闆已死 只剩下阿美的說辭 但是因為血跡噴劍痕 跟阿美原本的共詞並不吻合 再加上阿美最後又改口了 他說他買完燈泡回到工廠時 丈夫已經奄奄一息 他只有綁上丈夫的雙手 然後看著他的生命慢慢流逝後 就離開了 我應該相信科學的證據 除了他的自白意外 我們也沒有辦法證明說 是王女士動手的 因為現場的狀況 到最後真的只有王老闆 跟王黃保美知道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2018年2月27號 橋頭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法官認定王老闆因為酒病欠債 為了詐領巨額保險金 跟妻子共同謀劃炸寶 王老闆在服用藥物後 躺在地上自砍38刀 因藥效發揮而昏迷 阿美再將丈夫捆綁 並佈置成他殺現場 依加工自殺罪判處阿美 三年兩個月 據二女兒小鳳的案子 2019年1月8號 橋頭地方法院依殺人 炸裁罪判處阿美12年 二審高雄高分院則認為 阿美在徵訓時 主動坦承行凶殺害女兒 將殺人炸裁罪改為10年 全案上訴到最高法院 最終維持10年定業 好 事實真相到底是什麼 先生和女兒都不會說話了 但從頭到尾 真的只有阿美和一個人犯案嗎 好 就算阿美的先生 自己有動手砍自己 但是在加工自殺的部分 真的只有阿美一個人嗎 他這麼瘦小 他怎麼班的這種先生 還能夠把他捆綁在椅子上呢 而在仁武區 灣內四巷的車床工廠 就在加工自殺案後 已經五年多了 現在的工廠外 停了輛小貨車 已經有人存租了 我不曉得 因為我是辱蝶 因為他說他之前 原本是坐那個車床的 車床的應該是這個 沒有 只是早上來一下 然後就出去工作 然後回來就 一天應該待不到五個小時 發生命案的廠房 找到了新租客 也被作為冷凍設備的倉庫使用 儘管案件定業 附近的住戶大部分 很多不願再迴響 但仍是有不少疑點 還沒釐清 共犯因為事後 我們查的話 那應該是沒有 因為那段期間 經過工廠的人車 那我們大概都有去查訪過 另外阿美的兒子 在得知父親恨死後 的神情太過冷靜 他是否早就知曉 阿美說捨不得智能障礙的二女兒活得那麼痛苦 所以親手了結了他的生命 還佈置成性侵器實的現場 這麼可怕的事情 難道他的先生都不知道嗎 這個地貌都改變過了 這個地貌都改變過了 這都沒有經歷過了 不然原本是路上 抓的狗而已 對 二零二二年二月底 我們重返人武八空橋旁的便道 歷經了整修 沿途便道已經不再雜草重生 附近的居民 對二零一三年小鳳的命案 大多記憶猶新 就在得知原來小鳳的死 是母親阿美策劃的殺人炸保案後 都覺得既心疼又不捨 這是故隆險虛 對 對 那個女生說很乖 因為他有一點問題 對 家人要是叫他不要亂跑 他都不會亂跑 是他們家的人來說的 當年的場景歷歷在目 小鳳很乖 這是當時有小鳳家人說的話 卻沒想到年僅36歲的生命 就斷送在母親手中 阿美說 因為不捨女兒繼續受苦 才會痛下毒手 但檢警卻追出小鳳死後的 255萬保險金 短短三年就所剩不多 同住一個屋簷下的王老闆 從小鳳失蹤到死亡 太太的計劃 她都不知情嗎 他們有去報失蹤人口 報料都有去找 找到沒多久他們就回來 他還有去跟一些朋友喝酒 這個和我們一些廠裡 也很不尋常 因為正常女兒子判掉 你還有那個心情 還有跟朋友喝酒 其實我們研判應該是 他們夫妻應該都知道 因為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去查 的原因是 因為王老闆後來就死了 位在新北市領口的這間 兩層樓的透天廁 在裡面住了一對 宗破賽的夫妻 還有他們一個19歲的兒子 就在1998年10月 國慶日的隔天 這一天的清早 宋報生送來了報紙 卻發現透天廁的側門被打開了 宋報生喊了半天 也沒人回應 他探頭一看才發現 這側門口血跡斑斑 有一名男子倒在屋子裡頭 他在身上被砍殺了好幾刀 這個送報生嚇得趕快地報警 而警方趕到現場之後發現 在一樓客廳還有另外一名女子 也被殺害了 警察之後發現 這兩名死者就是屋主 宗破賽夫妻 當年警方說 歹徒下手非常兇殘 兩名死者身上 各被砍了50多刀 整個屋子裡頭都是血跡 這是他們從警這麼多年來 看過最兇殘的命案現場 而另外在附近有鄰居說 夫妻倆還有一個19歲的兒子 叫做林清月 她就住在二樓 但在案發之後 她失蹤了也聯繫不上 而且在她房間裡面 也是血跡斑斑 另外還有被翻找過的跡象 專業小組做了最壞的研判 難道歹徒截殺了夫妻倆之後 也綁走了林清月嗎 而在新北市林口區的夏府裡 鄰近海邊 在地人口數不多 當地的居民 大多彼此認識 所以那邊是很單純的鄉下 烏農比較多 因為它也鄰近在海邊嘛 也有漁業啊 而坐落在田邊的這棟 兩層樓住宅 裝紅色的外牆 圓拱形的窗戶設計 一磚一瓦都看得出來屋主的用心 住在這裡的是一對棕破塞夫妻倆 還有他們的兒子 這屋子的主人叫阿樹48歲 外匯生意做得不錯 在當地小有名氣 阿樹跟前妻生了兩個女兒 先任妻子 則是47歲的阿玉 夫妻倆感情很好 兩個人唯一的兒子 叫林清月 今年19歲 目前沒有工作 就在家裡等著當兵 這一天清早 宋報生一如往常地來到了林家送報紙 但這一天的氣氛不太一樣 它側門是鐵門 但是鐵門沒有關緊 留了一半嘛 從外面可以看得出 死者有倒臥在餐廳桌旁邊 然後就可以很明顯可以直接看到說 哇 裡面怎麼這麼多血 他直覺不對 那時候是 我看得看不見 我一直看不見 然後還倒出來 因為報紙到這裡 我先去看 我又看了 他看門會噴嚇 他把 他全部都打開 把門打開 看他看他在哪裡 我看他走進去 不拍攝 他的門是這樣子 當時候第一時間趕往現場的刑事組幹員 張真勝說 屋內的場景是他從僅34年以來 見過最驚悚的畫面 這個案子是 就是我所見到的最兇殘 很血腥的現場 所以說我印象非常深刻 從側門進去 那側門進去 因為一開門 就看見一個男士的躺在那個 餐廳的一個地板上 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刀傷 但是現場的血跡非常非常的多 躺在餐廳地上的男死者 明顯已經沒了氣息 警方沿著滿地的鮮紅 再往裡頭走 一旁就是客廳 當他們踏進了客廳 客廳裡的場景更是害人 然後整個地板上呢 就有來來回回很多 血竹印跟血血印 然後屋主的太太 我記得是導入在那個 客廳裡面的泡茶桌旁邊 她身上都身重刀痕 而且很多刀刀劍骨 就是非常重的一個刀割傷 這個案子可能是我生涯 情感現場看到裡面 血跡流最多的一個案子 那沿著這個一樓 往二樓樓梯的話 一樣有發現很多的血跡 包括整個樓梯間的牆壁上面 整個一樓幾乎都被鮮血給覆蓋了 一男一女兩個死者 就是屋主阿淑夫妻倆 那他們的兒子林清悅呢 看著一樓往二樓延伸的血跡 轉小組越來越過來 因為她的鄰居其實都是親戚 我記得她親戚還是她疏出來 不過我講說她還有一個小孩子 住在樓上 不知道有沒有被怎麼樣遇害 這是滅門血案 因為職者屋主就養個死掉了嘛 後來親戚又講說 小孩子能住樓上 這不是強盜殺人 滅門血案幾個字 閃過了張真勝的腦海中 他們趕緊上到二樓 要確認夫妻倆的兒子林清悅 她還安全嗎 我記憶中她樓梯走上去 右後方是她們爸爸媽媽的後方 然後再直直走就是林清悅的房間 然後就走到底的時候 血跡的那個腳趾印 血趾印就是一步一步走到她兒子的房間 跟著地上的血足印 張真勝來到了林清悅的房門口 她推開了門 這個是林清悅的房間 可以看到房間牆上有許多塗鴉 一旁被打開的衣櫃 看起來有被人翻動過 而在房間的地板上也是血跡斑斑 因為她現場也有衛生紙嘛 擦拭過血跡的衣裏 衛生紙在現場嘛 她有留下了很多血足印跟血血印 小孩子也不見了 也以音訊全無 林清悅的房間裡空無一人 她人呢 專業小組此時做了最壞的打算 難道歹徒闖入屋內 揭殺屋主夫妻後 綁走了林清悅嗎 加入台灣啟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當年這一起雙世命案震驚的社會 歹徒下手非常凶狠 整整109刀可以說是刀刀劍骨 專業小組研判 這個歹徒對於兩名死者 是有很深的仇恨的 再加上他們的獨死林清悅 在案發之後下落不明 難道真的被歹徒綁走了嗎 專業小組立刻展開了清查 除了清查這兩名死者 有沒有與人結怨之外 也希望從命案的現場 找到跟歹徒有關的任何蛛絲馬跡 在現場花了一整天的財政之後 他們發現這歹徒在辦案後 逗留在現場的時間太長了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不僅清洗了屋外的血跡 還在一樓跟二樓都放了瓦斯桶 甚至點燃了報紙 還有酒精膏 試圖要引爆瓦斯滅陣 而且警方在現場還發現了 四個腳印還有臉的足印 如果說歹徒入侵殺人 有什麼理由要脫掉鞋子 打赤腳犯案呢 而更重要的是 在死者的夫妻家裡頭 養了三條狗 只要有任何陌生人靠近 這些狗就會不斷地吠叫 但在命案發生的當時 卻是靜悄悄的 一點聲音都沒有 因此專業小組大阪的研判 犯案的歹徒一定是熟人 但這個熟人會是誰呢 林口下湖裡的這棟兩層的屋子 在一席間成了歹徒血腥的殺戮 現場 棕婆塞阿淑夫妻倆 在屋子裡殘造歹徒殺害 鄰居說阿淑夫妻倆原定今天一早就要出門 盲外匯生意 沒想到現在不只恨死 連他們十九歲的獨生子林清月也下落不明 春樸村莊裡的滅門血案震驚了所有人 你從這個桌子茶几這個地方 一路可以看看看到這個上 一直到這邊那個牆壁一直沿著上面 那都是不滿血氣 驚悚的滅門血案 在這媒體人渦失衡 當時候人就在現場採訪 鄰居也好或說是路人也好 或是整個村裡面 基本上就跑過來圍觀 這是當時的新聞畫面 可以看到命案現場被拉起了封鎖線 封鎖線外擠進了滿滿的人 有的是親友前來關心 當然也有不少是來看熱鬧的 所以說很多人就爬到樹上 只是為了來看那個現場 可是當我進到他們那個透天處 的前院的時候 就可以很清楚就可以聞到那個 很濃的那個血腥味 那個實在是很難忘懷那個畫面 因為它就血流成河 你怎麼去形容血流成河 可以用慘無人道的四個字 來形容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有多麼深仇大恨 非得置人於死不可 頭蓋骨都被扛破類了 身上的傷痕有五十到六十個傷痕 哪一個 兩個都有 老鼠夫妻倆 每個人身上都有至少五十出的刀痕 歹徒手起刀落太凶殘了 解剖的時候兩位使者身上 心臟幾乎沒有血跡 已經全部都流光了 那尤其男使者身中五十七刀 女使者身中五十二刀 刀刀都非常非常的重 很多刀是死後手才下的重手 所以其實同一個位置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過渡殺戮的 一個痕跡 那代表有絕對的恨意 看得出來歹徒每一次的落刀 都帶著恨 對專案小組來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 得要趕快弄清楚 的歹徒究竟為何而來 這恨意從何而來 在外面的關係很好 對 那是做什麼的呢 做廚師 最近有沒有聽說 你爸媽是有什麼麻煩嗎 沒有 沒有什麼 基本上都跟人家很和善 就是和氣生產 不會跟人家去 特別去計較 不管金錢上也好 或者在工作上也好 都沒有任何的 所謂跟人家結論 或生意上往來 有什麼衝突 甚至有去借錢 感情的部分 儘管阿淑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但與前妻並沒有交惡 跟先生太太阿玉的感情也很好 兩個人總是出雙入對 沒有惹人報復的原因 有兩名死者身上都還穿著睡衣 警方研判 死者應該是在睡夢中遭到攻擊 會是歹徒寸入屋內刑切 由頭變搶進而殺人滅口嗎 但專員小組檢視的屋內門窗 並沒有遭到破壞 而且死者阿淑手上 那一支價值不菲的手錶 也沒有被取責 不過我記得當時那個錶 應該也超過四五十萬左右 對啊 那滿天新的 如果假如為了劫財而來 對 那手錶是很重要的財物 歹徒若是為了劫財 沒道理放著四十萬的錶不拿 此外專員小組還注意到 明然現場的一樓跟二樓客廳 都被擺放了瓦斯桶 瓦斯桶被開啟 我還有聞到一些瓦斯的味道 一樓廚房的瓦斯桶的地方 類似疑似不明一體的分布 我們發現有一個燃燒未完全的報紙 它用報紙裹著液態酒精 就是要讓它現場燒掉爆炸 就是那個滅機嘛 不僅試圖放火燒屋 監視人員還發現 就在屋子外頭的斜坡上 有明顯被清洗過的痕跡 研判死者阿樹曾經著門而出 試圖求救 那我們在整個斜坡上面 有發現一些用水清洗過的 一些組織 頭髮 所以在外面也有砍殺 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有特意清洗 所以為什麼到外面還在砍殺 為什麼不怕別人外面知道 每個現場專員小組都覺得不對勁 強盜殺人又要企圖引爆燒屋 還要清洗現場 這個歹徒似乎太過從容了 一般你如果強盜殺人 他可能在最短時間趕快離開現場 他花太多時間在現場 他只要離開 他不需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歹徒企圖回了房子 這代表屋子裡有極大的可能 有著能夠指證歹徒身分的證據 專員小組再重新檢視屋內 儘管屋子裡的滿地先紅 但血迫中可清楚看見 不少的血印跟足印 應該都是歹徒留下來的 歸類完之後發現有四個血血印 還有兩種血足印 排除掉兩名死者的腳印 專員小組研判案發現場 當時至少有四個人 而其中兩個足印更是吸引了警方的注意 一般小偷偷東西不會脫鞋子 所以我們剛開始的時候也會研判說 是不是熟人所為 一般歹徒潛入屋內犯案 隨時都會做好逃跑的準備 有什麼理由還要脫下鞋子打赤腳 增加逃跑時的難度呢 此外專員小組當時候上到二樓時 跟著血足印進到了林晴月的房間 儘管房間裡也是血跡斑斑 但就是不一樣 所謂的噴漸血跡指的就是歹徒 攻擊被害人時留下來的激震 當時候從兩名死者的主臥房 沿著樓梯到一樓的客廳餐廳 處處都可以看到噴漸血痕 代表說他整個過程裡面 他們各身中五十幾刀 這五十幾刀的話 是整個動線裡面都在發生的一些事實 也就是說 歹徒在殺害阿淑夫妻倆後 來到了林晴月的房間 擦拭身上的血跡 才會留下擦血後的衛生紙 他們肯定在林晴月的房間裡待了一會兒 再仔細檢查一次林晴月的房間 好像哪裡不對勁 因為他的衣櫃打開 我們也發現 是不是其中有一部分衣櫃的衣服 是不是不見了 好像有整理包包 事後再去詢問他們 好像他小孩子有拿包包走 部分的衣服還有包包 像是被人打包帶走了 再加上根據林家晴月的說法 最近這一陣子林晴月 常常會帶著朋友回家 就經常發生朋友 幾間 老婆 幾間 爸爸爸爸媽媽 會比較黏 朋友好嗎 就是一定是不好的朋友 男男女女鄰居有印象的 至少就有四個人 而且阿樹家中有兩台車 一輛是紅色跑車 另外一輛是工作用的小貨車 案發後那一台紅色跑車也不見了 這輛跑車平時都是給林晴月代步用的 現在卻消失了 更重要的是 平時阿樹家中有養三條狗 狗只要看見陌生人進出就可以睡覺 但命案發生當下 卻靜悄悄的 但是他那天晚上就沒有叫 如果說有人外人入侵的話 又動刀殺人的話 那狗一定會叫 完全沒有聽到狗叫聲 所以說他們認為說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這個狗沒有叫 那可能就是熟人 所以一定跟林晴月有關係 專案小組研判 這死者夫妻的死 應該跟他的兒子林晴月有關係 為什麼呢 第一 林晴月她沒有工作 據說還結交了一群酒肉朋友 每天都是茶來伸手 飯來張口 讓夫妻倆非常的傷腦筋 二來 在命案的現場 每一個激震都直指林晴月 應該跟他們父母的死脫不了關係 而且在案發之後 林晴月跟他那一群所謂的狐群狗黨 全都失聯了 要怎麼找人呢 專案小組想到了一個方法 他們通過了媒體發布了消息 他們說 發生了一起強盜殺人愛 希望死者夫妻倆 唯一的毒死林晴月 趕快回來 協助家裡清點財物 希望藉由這個新聞的發布 能夠降低林晴月她的戒心 有用嗎 沒想到就在新聞發布的隔天 林晴月真的打了通電話給她的舅舅 林晴月她真的會回家 幫忙處理她父母親的後事嗎 後面這個部分是廚房 對 和那個飯桌的部分 這個地方是所有會有這個地方 你應該看到沒有 在這個地方 這個門框旁邊有血 你會發現那個血痕 手掌印的血掌印都在集中在下方 因為他是趴在地上 他要掙扎得想往外跑 林口雙生命案現場的斑斑斜點 每一個血痕都在控制著歹徒的凶財 他們要逃命 他們要求劫 那所以說警方當下就研判說 你今天如果會出手那麼重 而且一次同時應付兩個人 對付兩個人 絕對不可能是一人所為 你至少他兩個人離上才有辦法 而且那個誰 那個林晴月的身材基本上比較虧 我跟你講做中破腮嘛 他身材算滿可以的 這是專案小組的研判 行兇歹徒的人數應該不少 屋子裡的血影足影也證實了這一點 但究竟是誰 第一時間其實我們那時候 想法裡面可能是跟林區有關 然後因為人數也不少 所以剛好林區也有一群人 住在他們家裡面 那你弟弟他們這個同學 會不會常來你家 會 跟你爸爸媽媽也很熟悉嗎 熟悉度還好 因為爸爸媽媽滿疼弟弟的 他是阿蘇的大女兒 是林清月同父異母的姐姐 他說爸媽對於弟弟很疼愛 弟弟有幾個要好的朋友 總會帶回家裡來 交友有點複雜 經常帶一些朋友 男男女女在他家 就吵吵鬧鬧鬧 就是類似唱唱歌 喝喝酒這樣子 就是說他有幾個朋友都跟他 有時候都住在他們家 然後吃他們家用他們家的 他不喜歡這樣 所以說他鄰居是講說 其實他爸爸對他管教是蔓延的 有時候打罵教育都有 但是小孩子滿懶惰 就要去幫忙 有時候都不幫忙 這些都是親友們的觀察 死者夫妻倆 對於唯一的兒子 有很深的期望 愛之聲當然責之切 現在密案現場的所有激症 都直指林清月 跟他的那些朋友 有極大的可能 跟阿蘇夫妻倆的死有關 父母親是親生的那個父母親 一般來說 不至於下這麼大的重手 一定有 一定有對他很不滿怎麼樣 才會對他施以那麼多的那個 砍殺他 就代表恨 但是與父母 教導小孩子 也不至於會 產生那麼大的那個 世青 這是多嚴厲的指控 問題是案發後 林清月就下落不明 現階段他是整體案件 最重要的關係人 警方急著要找他出面 釐清案情 但是該怎麼找 吳清福 吳芬局長 他也滿有資料 他利用媒體 家裡要處理後事 找不到 找不到林清月 請林清月如果 真的得到這個消息 趕快回來處理後事 這是警方的計畫 希望林清月看到新聞後 會主動聯繫返家 沒多久 林清月果然打了電話回來 他隔天要打電話給他舅舅 那他就有通知警方 那警方就將計就計 剛剛講說 家裡發生事情了 有可能是強盜殺人 有可能竟然搶東西 那他既然住在那裡面 那你要不要回來看一下 家裡到底有損失什麼東西 他也真的就回來了 林清月回來了 他帶著女友以及好友阿哲 一行四個人搭著計程車回家了 當時候他們在警方的陪同下 來到了警察局 面對詢問 他們通通都說不知情 都不承認 他也是很鎮定 你看不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緊張怎麼樣 我們這樣講到他 爸媽被殺的時候 很異常 就是你如果親近 你也覺得很悲傷 怎麼樣 他都不會 面對父母遭殺害 林清月情緒淡定 問他這幾天去了哪 怎麼不在家 他這樣回答 金山白沙灣那邊 說去沙灘玩 他們幾個都有去 四五個都有去 幾個年輕人說法通通一樣 都說出去玩了 他們自認這樣的說辭萬無一失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不在場證明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 關鍵證據都在他們身上 當時候見識人員 對林清月這一夥人進行採驗 除了採集鞋印足印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們的雙手 現場相當的殘忍的手段 所以說照理講他血跡 應該噴在滿身都是 所以說勢必兇手 一定在現場會沾到很多的血跡 當然我們說血跡 因為他已經離開現場 他有清理過 但是我們的研判 他的指甲縫裡面 再怎麼清洗應該 還會有所殘留的 採證用的棉棒 擦拭過這幾個人的指甲縫 滴上試劑的瞬間 林清月他們知道 再多的辯解都沒有用了 就如同我們說的 他顏色變了 他知道他的手上 有沾在血跡 他自己很清楚 他的手有沾在血跡 那他沒有辦法 自圓棲說是這樣 他就傳了其實 就案子殺桌 進去你爸媽 本上的時候是要殺媽媽 你殺一下你爸媽 你殺你爸媽動機好嗎 有... 你這個面膜多久了嗎 你講一下好不好 好 林清月招認了 他說沒錯 就是他殺死了自己的父母親 他說因為他基於父母親的家產 保險金 還有父母親在死後 搬離喪事的電影 所以他才會火同他的朋友 計劃殺人 來看看 這是林清月當時 落網時候的畫面 面對記者所有的提問 他都是這個表情 他不像是其他人 會遮頭 會遮臉 害怕曝光 林清月他把自己的頭 抬得高高的 一副都不覺得自己有錯的樣子 而重回現場模擬的時候 林清月默然地神情 讓親友實在忍不住氣地 上前去追打他 親友我們說 林清月的爸爸對他有很高的期望 媽媽對他更是溺愛 吃喝玩樂 從來沒有讓林清月缺過 但是林清月卻說 她對父母親是有怨有恨的 基於他們家產 甚至他們還擬定了 A計劃 B計劃 從製造假車禍 下藥 再到遲刀砍殺 這一期的計劃 他們老早 通通都安排好了 林清月坦承了 連同他在內 他的好友 十九歲的阿哲 二十歲的女友舅舅 還有乾姊二十歲的阿如 以及十九歲的劉姓少女 跟一名未成年的酌姓少女 他們就是殺害阿淑不淒涼的凶嫌 最後歲不破案的時候 我變得很壓抑 我怎麼會是他 眼前兩男四女六名嫌犯 年紀最大的只有二十歲 他們看起來就跟一般 時下年輕人沒有不同 但是在他們手上卻是兩條人命 被逮後每個人頭都低到不能再低 唯獨林清月他沒有 警方宣布破案的第一時間 大批媒體用盡了警察局 大家都想問林清月 為什麼殺爸媽 聽見了嗎 這是林清月的回答 你又卡也試試看 面對記者的詢問 他只回了一句 你又卡也試試看 是你爸先打你還是怎麼樣 對啊 那你的朋友為什麼也一起動手 拿到 你們是從二樓一路追殺 他追殺下來是不是 對啊 去找我朋友 要去看他 那你們總共有幾個人動手 兩個人啊 你跟蘇彥哲 對啊 坐在警車上的林清月表情默然 他回答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像是在講別人家的事一樣 這樣的態度看在親友眼裡 當然無法接受 從右邊下來 全部成右邊下來 從後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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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走走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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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月 林青月 林青月跟阿哲 在警方的押戒下 回到了命案現場 进行模拟 一看到林青月 气氛的家属 立刻冲上前 他们大声喊着 要林青月 跪着进家门 毕竟事情最行 天理难用 好不容易 进到了林家屋宅 模拟才能 但看看林清月在現場的表情 她看著父母倒地不起的現場 地上還殘留著斑斑血跡 而牆壁上的日曆還停留在案發那一天 這現場的每一個場景都在提醒著林清月 她手刃父母的事實 但是她的表情依舊看不出任何情緒起伏 面對生她養她19年的父母 她怎麼會痛下毒手 那旁邊說妳有比較大的 我如果四個是我真的嫁也妳的 妳打不懂 那她就讓妳來告死 因為我來告死 她才會痛下毒 這樣燈不夠 她燈不夠 警察問她說妳為什麼要殺人 殺了自己父母親 因為她的講法很簡單 那些遺產我爸媽保險 基本上就是歸入我的 他們死了以後這些東西給我 所以我才怕不上 其實阿淑夫妻倆對於林清月都很疼愛 食衣住行從來沒有少過她 媽媽阿玉對她更是寵溺 幾乎是要什麼有什麼 但林清月卻指控 爸爸從小就會打罵她 甚至連她的朋友也遭殃 日積月累下 她對爸媽的不滿越來越深 爸媽的一切 她要趕快拿到手 她還擬了計畫 那時候有在講說什麼 A計畫 B計畫 如果A計畫沒成功 就是用B計畫 那當初她的想法是說 給父母親在茶裡面加安眠藥 讓他們昏迷過去之後 然後把她塞到車子裡面 然後把她推下山 因為他們那是半身藥 然後製造假車或是 B計畫的部分 他們就是林清月想到的B計畫 她就覺得這東西太複雜 太複雜的原因是說 怎麼樣讓爸爸媽媽 能夠喝下那個 才有安眠藥的茶嗎 所以說換林清月說 那既然這樣我們就用 搶刀殺人方式 她來動刀 她來砍 我覺得我父母都是很愛她的 我不瞭解她啦 可是這種事情 沒有人看得過啦 你們如果有看到她的 她的那個樣子 沒有人能嚇到這種鼓聲 林清月她身為為人子女 竟然對於父母充滿怨恨 並且聯合外人 共同殺害自己的親生父母 所以警察官求處死刑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號 林清月事情案 反僑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林清月在大批罰檢的押戒下 倒庭聽判 卻沒想到她一看到媒體拍攝 她大聲怒嗆 像記者有沒有人性 林清月的態度相當狂妄 她的臉上依舊看不出任何回憶 人神共憤的逆輪案 一審法官判處林清月死刑 全案在2002年3月28號定業 林清月被判處了死刑 但是留下了很多的疑問 畢竟從外人的角度來看 儘管林清月她結交了壞朋友 但是她衣食無缺 她有什麼理由 為了基於家產 要夥同朋友 在父母親的身上 砍下一百零九刀呢 而且就在自己家裡頭犯案 警方怎麼可能不鎖定她呢 而一旦她被逮了 哪有什麼家產跟保險金 可以讓她揮霍度日呢 在當年警大飯房系的幾個老師 就在林清月死刑定業之後 他們到了看守所去面會林清月 希望親耳聽到 林清月怎麼說 沒想到在幾次的面坊之後 卻揭開了隱藏在屋簷下的 家暴殺機嗎 林清月和同朋友殺害父母 遭判處死刑 當時她怒嗆記者的新聞 讓許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但讓人不解的是 林清月說是基於父母的家產 保險金還有電儀 才會一不作惡不休 她對父母的積怨很深 問題是阿叔夫妻倆 供給林清月的錢從沒少過 林清月有什麼理由 要一百零九刀 奔殺父母 她的家庭是健全的 而且是衣食無缺的 而且她下手殺人的過程到結束 到最後停診的那個過程 基本上 居然沒有任何絲毫的悔意 感覺不到說她今天殺的對象 是她父母親 就是說這種手法 是很難去讓人理解 怎麼一個親生小孩子 會對父母親有做出 那麼大的那個反應 毫無悔意是外界 對林清月的印象 她每次出現在鏡頭前 都是囂張嗆瞎 當首警大的多位老師 為了深入了解 林清月的犯罪成衣 在林清月死刑定驗後沒多久 他們前往了台北開手所 面回林清月 剛開始去第一個 她有一點疑惑 妳為什麼在找我 我們跟她講 妳姐姐說不是我 我弟弟是我還不原諒她 可是她不會怎麼樣 我們想親自來聽妳怎麼講 謝文彥說 她與研究團隊 從林清月定驗後 到她執行前 前後共有五次的會談 期間他們也訪問了 林清月的姐姐跟熟識的親友 跟林清月每一個就學時期的老師 總共二十九個人 最重要的是 他們要親耳聽聽林清月本人 他究竟在想什麼 做錯事被處罰是應該的 那有什麼感覺 做錯事被處罰是應該的 林清月的父親對他管教嚴格 是不少人都知道的事 畢竟唯一的兒子總是望子成龍 他說我爸爸是好爸爸 他很內斂很安靜的 不會跟你囉嗦的 我爸爸有一點自戀 他覺得有一點自戀 他自己覺得自己長得帥 他是喜歡怕 他說老師你看他 他會買紅色的轎車 他覺得爸爸是負責任 他煮了好菜 負責任內斂愛面子 只是林清月對爸爸的形容 他說爸爸是棕破三煮了一手好菜 如果有機會 他總會在一旁看著 偷偷學著 他說最幸福的 九九這麼一次 他煮的真的不一樣 他說很會噴條 他說在旁邊看 豬肉要好吃 是要怎麼去炸到一定的酥的度 做你在放醬油再弄下去才好吃 他也會學到可能做飯 有一點的美感 林清月的爸媽 平時總忙著外匯工作 從小林清月跟姐姐 都得自己打理三餐 因此爸爸阿叔的偶爾開火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飯 是最幸福的時光 他說老師你有沒有到家裡過 有 你看我們看電視網那個方向 後面不是有兩個位置 後面頭髒髒那個 他說一個是我爸爸的 一個是我 我們靠著 我們會一起看電視 但我們不會講話 平時爸媽在家的時間就不多了 父子間的閒話家常 加上爸爸阿叔的內斂 又更少了 那再來 媽媽可能 在物質上可以 買除就盡量 你給他們這個缺塊吧 他吵著要買摩托車 他沒辦法 他媽媽就拿錢給他買摩托車 沒辦法你沒知道 所以媽媽也幫他解決了 他在外面闖一眼小貨 能拿錢來處理都可以 就處理掉 所以一般人會覺得 小孩子不對 你要教你怎麼可以這樣寵他 林青月從小就不愛讀書 或許是因為爸媽都忙 沒有時間 時時盯著他的課業 反正不闖禍就好 林青月曾經說過 他的爸爸是個好爸爸 但這樣的好爸爸 卻在交際應酬回家後 都不一樣了 但喝了酒 就變另外一個人 他都在外面喝啊 喝酒回來 他看我哪一隊不對 他就一巴掌就過來 他說你不要看到 唉唉胖胖 然後叫他大象 他只要一拳打過來 你這個人應該就飛出去了 根據林青月的說法 父親對他的第一次動手 是在他四五歲的時候 只要爸爸喝酒 倒楣遭殃的 就是他跟媽媽 他說喝酒 他開始要茶言觀色 如果醉的人還能走進來 我就要插著等 因為他準備被打 但是如果醉了 他知道 你到開車看到那個地方好 不容易就回來 你到喇叭聲 整個趴在那個方向盤上面 就壓到喇叭聲 我跟我媽媽 就要去把他抬進來 他說問題是我安全的 有一次我說 我問他說 那你爸爸喝酒 一個禮拜大概會喝幾天 他說老師你應該問我 一個禮拜有哪幾天不喝 爸爸貨車的喇叭聲 就是母子倆可以安然 度過一晚的平安中 林青月說他從小被打習慣了 媽媽也保護不了他 所以他告訴自己不能哭 曾經他在國中時 除了一場大車禍 差點連命都沒了 他拉起了衣服 讓謝文彥看看 他肚子上的疤痕 他說這一次的車禍 我連眼淚都沒掉過一滴 他說哭有什麼用 誰理你 我小時候哭 媽媽會哄你 媽媽學乖的 因為被爸爸打 早期他說有那個媽媽 因為媽媽也舉手被打 我也沒辦法保護他 可是他覺得我那麼小 你應該可以保護我 可是沒有 他會怨 所以他說 我哭的時候有人 安慰你 你哭才有意義 那你哭沒有人理 你還哭什麼 他說我告訴我自己 我以後再也不哭 他跟我講 我做到了 親友說父親阿淑 對林青月 真的有很深的期待 因此管教卻是嚴格了一點 他們也曾經勸過阿淑 孩子都已經長大了 可以好好講 別再打罵了 有一年 大年夜他們兩家一起吃飯 好朋友 他說 兒子的小孩子到那麼大了 都已經十七八歲了 都這樣打不對吧 在眾人面前 喝了酒就 然後就提到 提到裡面 他就很失望 我們上面交過來 就是打 他林青月很氣 被打了之後 就後來就 他就過去想說 會去安慰他 他說天啊 全是 整個手都流血 他姐姐也講過 他阿姨也講過 說林青月被他爸爸打 就是這一隻大槍兵 打到都流血 他趕快去幫他報答 不敢讓他爸爸知道 因為他說 如果讓他爸爸知道 他一定會被打 他說 小孩子到那麼大了 就這樣打不是辦法 他知道如果讓下去 這個家庭會出事 林青月說 他被打被罵 都是家常便飯 只要爸爸喝酒回來 就會動手打人 但是他學乖了 他立刻趴下不動 父親的打罵就會停止 林青月還說 他的確說過要殺爸媽 但那些都只是 在被打罵之後 所說出來的氣話 而就在國慶日當天 他說 他跟朋友約好 晚上要去看煙火 沒想到爸媽回家之後 又當著他的朋友面前 對他一陣打罵 他原本打算 在茶水裡頭下 FM2讓父母昏迷之後 溜了 卻沒有想到失敗了 而當天晚上 他自己也喝了酒 也服用了FM2 再加上父親的責罵 沒有停過 他一時氣憤難耐的情況之下 才會拿著菜刀 對著父母親揮砍 林青月說 整個犯案的過程 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如果當天同父異母的姐姐 也在家 他也照殺無誤 最可怕的是 就在林青月 殺害父母親之後 他竟然在現場 黃笑不止 他在笑聲 林青月說 他從小被打慣了 對於九過三巡後的父親 他害怕多過於憤怒 被打怕了 他說我已經自然反應 我趴在地上 爸爸就不會繼續打 你如果起來 他就繼續打 我說你難道不生氣 不會反擊嗎 這是每一次 我們幾乎每一次反彈 都會再重述 老師真的不會 只是怕 狠氣 憤怒 害怕 就一點一點 都悄悄地 積累在林青月的心中 他說 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會經常往後看 走路 我會說為什麼 他說我也不知道 他說後面有一個東西 總是會追著他 我說你怕哪一個東西啊 老師呢 你講那個鬼那一種的 他說我才不怕 有一次爸爸打我 跑到外面 到林口定位公墓 剛好人家挖一個洞 我就在那邊睡 我怕我就不會進來 他說他不怕那個 他在回頭看什麼 他在擔心的是什麼 講不出來 他自己他說 他的人生哲學 我不惹人 人物惹我 他有一次 在出校園 有四個同學 為了要賭他 要打他 他說你們不要惹我 你們現在後悔 離開來得及 如果沒有 我會把你們打得很慘 當天他鼻樑被打斷 可是他四個被打得非常慘 他旁邊的同學看到這個 跟他講 林清月 你像一隻野狗 嚇死人了 林清月不愛念書 光是高職 就換了四個學校都沒念完 他曾經到鐵工廠工作 也到傳播公司當馬夫 賭場當保鏢 期間他認識了阿哲 這一些酒肉朋友 就在外頭鬼混 但這一些 他的爸媽都看在眼裡 爸爸阿蘇要林清月回來 幫忙外匯工作 但林清月帶著阿哲 沒有跟其他朋友 不是我在家裡 就是到處玩了 他有沒有了解他爸爸 對他的期待是非常高 他知道 問題是跟朋友在一起 就不是這樣 有時間我就去 玩到幾點才睡 爸爸這樣生氣 我需要人手要你過來 你不是說好 你又不來 又不工作 又不讀書又怎麼樣 就又萬壇了 喝了酒 心情不好久 回來又開始罵 林清月說 的確他自己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沒去工作回來 你準備挨打 所以你也沒話講 很多不滿他全部壓抑 壓抑到哪一天 他說哪一個人 他就完了 他自己承認這一點 1998年10月10號 國慶日這一天 林清月的爸媽 一早就去忙外匯了 林清月跟著阿哲 跟女友幾個人 就到海水浴場 玩了一天 原本說好他們晚上 要上陽明山 再去砍煙火 沒想到出發前 爸媽回來了 爸爸一回來 醉了回來 又開始罵 為什麼你不工作 他連樹偉者一起罵 好吃懶做 這個是林清月的說法 他說爸爸罵歸罵 但他們只想著 要讓爸媽快點睡 才能溜出門 當時候他在那一名 為全年的酌性少女 拿了FM2 打算加到茶裡給爸媽喝 為什麼會有FM2呢 林清月說 因為自己長期以來 都有失眠問題 一般的安眠藥 對他沒有用 所以才請在醫院 當護士的酌性少女 幫忙拿取管制藥品 可是當他把藥 加到茶裡面時 變了那個顏色 已經看不對了 他想這個沒辦法 所以他說他自己 就把FM2就喝了一杯 另外一杯就倒掉 他平常不喝酒 因為他厭惡爸爸喝酒 可是他不喝酒 但是女酒 整瓶都把他關掉 他說也不知道為什麼 酒精加藥物的催化 再加上爸爸阿叔那一天 打罵了一次還不夠 一個又一個的刺激 最後失控了 甚至後來他爸爸媽媽 又回到房間去 回到房間裡面睡著睡著 不知道為什麼 又開始叫 DJ 你又給我過來等等 他說 他爸爸以前打過就打過 怎麼當天會是如此 他很氣 然後進去就被打 已經連續被打幾次了 他說當著非常生氣 就到樓下 拿了他爸爸黑的工具箱 應該拿兩把吧 拿上去 拿一支看著書院者 書院者要勸他 來不及了 他整個就是 整個爆掉了 哪裡動就完了 他這個都見清楚 他說還好 姐姐當天不在 如果姐姐在 他當天應該也沒了 林青玉的灰刀 一路從二樓到一樓 中間父母親的叫喊聲 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後來問他一個問題 媽媽不是很愛你嗎 你為什麼連媽媽看 他才提到 我不知道 當時都很氣 說有聽到 媽媽說阿弟你愛 他說當時有這個叫聲 他說當時完全失控 林青玉說那一天的場景 他歷歷在目 唯獨一件事情 他完全沒有影響 我一直想不起來 書院者跟他講 好恐怖 你當天大笑 毫無恐怖的大笑 他說你不信你問他們 因為在樓上這些都聽到 這是書院者告訴他 你大笑 你好可怕 笑得 你真的笑得太恐怖了 可是他說老師 我完全不知道 整整一百零九刀 扣掉阿哲動手的三刀 林青玉在自己父母身上 留下了上百刀的刀痕 當一切恢復平靜 屋子裡遭已滿步血跡 他唯一提到說 有沒有把現場毀掉 所以他們想說 把現場讓他引爆 類似所謂的死無對證的意思 當然他說天真想法 那也不可能 都已經到家裡燒掉 沒有人家還是 一定講的是你嗎 他們放完就跑到這邊 在那邊等 我看 在等 奇怪怎麼沒有找 再用第二次 再來等 又沒有 或許是冥冥中 林青玉事情的犯行 連老天爺都看不下去 才讓瓦斯沒有引爆 燒毀一切物證 也才讓檢警 可以從屋子裡的激震 抽絲剝繭 鎖定林青玉 讓他無從狡辯 你希望能夠趕快執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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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你不是說 是為了謀奪財產嗎 怎麼不然又變作 是不是在本地呢 林青玉落王後 他的說辭從一開始 基於財產的計劃殺人 到最後變成服用藥物 跟酒之後的氣憤世青 但這樣的說辭 法官最後並不採納 認為一切都只是 他的推卸之詞 兩條人命死刑定焰 林青玉最後只跟謝文彥 說了這些話 林青玉所提的 奉勸年輕人 不要用藥 不要吸毒 他說會失控的 在鏡頭前 總是囂張狂妄的林青玉 最終還是 逃不過良心的前途 結果有什麼反應 結果你怎麼樣 來 經過那麼多年了 你身體怎麼樣 對不起 結果一次 這段時間你有反省 有悔意嗎 你會後悔嗎 面對自己雙手染血 林青玉真的沒有悔意嗎 這是外界所有人的疑問 謝文彥說 在訪談過程中 他也問過林青玉這個問題 難道你真的不後悔嗎 他說哪會不後悔 在好的時候早就後悔了 但是在他描述裡面 並不特別強烈 可是一直到後來 有一次提到媽媽大哭 我說有沒有夢到爸爸媽媽 有 夢到兩次 昨天晚上才有夢到 爸爸媽媽來找我 爸爸的影像 比較後面 比較不清楚 媽媽在前面 媽媽就清楚 你們有講話嗎 他說有 說媽媽跟你講什麼 他說 好 就停住了 講不出來了 就開始感驗 準備要講 我說沒關係 聽一下你再講 過了一下要講 就開始 媽媽說 阿弟啊 你怎麼在家 然後整個就大哭 因為他說 是我砍死你們的 你怎麼誤我在這兒 加州令喔 你怎麼那可憐 他一聽到這個 他整個崩潰 他哭了 十分鐘 我很對不起你們 他說要跟媽媽道歉的時候 媽媽之後影響都不見了 他就醒了 在執行死刑之前 林清月說 他有兩個問題要弄清楚 第一 他為什麼在追砍父母之後 會狂笑不止 也沒有記憶 而第二 為什麼他總覺得 有人在跟著他 而這兩個問題 在他伏法之前 找到答案了嗎 台照 請 好 有任性 林清月對媒體的不滿 透過鏡頭看得清清楚楚 他說他非常非常 對媒體非常憤怒 他覺得他很視覺 他覺得你們沒有逼我好多少 媒體會這樣罷我 是不是衝著說 他罵他們沒良心 我是在罵他們這話 他們知道嗎 人家都夠可憐你 還要拍人家拍 拍什麼拍 林清月被判死刑定驗 謝文彥還記得 最後一次去探望林清月時 他感覺得出來 林清月已經做好 面對死亡的準備 林清月告訴他 在他人生倒數的最後 有兩件事情是他最想離親的 一個是他為何大笑 一個則是他總是回頭 張望的不安全感 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 他想找原因 這會不會跟爸爸 打你那種恐懼等等有關 他說或許吧 沒有明確答案 2002年5月7號晚上 林清月身穿白色上衣走進了刑場 他在執行前簽下了器官捐贈同意書 他說這是他能為社會做的最後一件事 要自己以前 竟然管他是開地之地的 他自己表示就是說 你會殺你的話 是小時候血壞的 他健身器官的話 最主要就是把這器官 給最小的證明 另外一講就是說 在這個三年多了 他自己也是要哪邊臭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說梅翔 我們再回來 還有一百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